第2721张口贤体正直 去高天冷笑言道 被那娘们惹出来的的火气 自然要由你来解决 片刻之后 三娘面色红润地坐在虚高天的腿上 手指在她的胸膛之上轻轻滑动 去高天的面色却依旧阴沉 怎么大公子还在生气 哼 什么狗屁楼外楼 老爷子怕他 我可不在乎 毕竟在这临安玉中 我才是书一不二的天 言至此时 虚高天的脸上现出一抹猙獰之色 三娘心中暗暗窃喜 刚刚那番话是她故意那么说的 因为她深知以这位顽固大公子的脾气 绝对受不了这种刺激 果然 一切就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着 现在所欠缺的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而这位三娘相信 这个导火索很快便会出现了 到那时 什么冰清玉节 通通都将被践踏如泥 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与人之间的嫉妒是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 可能是路上云林轩的冷漠 也可能是她一个不经意的眼神 都让这位三娘记恨在心 正当她心中暗喜之时 虚高天豁然起身 猝不及防之下 她险些摔倒在壁 与此同时 就见虚高天冷声道 这里带得特也无趣 走了 去万花楼转转 说罢 她便静自下楼而去 三娘整理衣裳 让自己脸上的潮红尽快退下 然后换作一副笑颜 也摇一声姿的下楼走了 此刻 在临安城的城门处 有四位书生站定身形 看着那繁华的街道 纷纷感叹起来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原来我以为 任安城就已经足够大了 现在看来真好似 井底之蛙一样 黑面书生韩伯超不禁感叹道 我之前倒是来过临安城一次 可当时这临安城的街上 也没这么多人啊 吴子章一边摇动卓手里的折扇 一边说道 文会在即 临安玉各城的俊杰齐聚一堂 再加上那些看热闹的邦贤 人多也不奇怪 青山书生姚雅超缓缓言道 行了 咱们都少说两句吧 卓兄自进城之后便沉默不语 想必心中一定在思索什么惊天动地之事 还是听听他的高见吧 韩伯超言道 众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身着 卓越白色长衫的卓本正 是啊卓兄 你沉默不语 心中可是在思索此次文会之事 吴子章问道 姚雅超数其大拇指 还得是我们卓兄 时时刻刻都不忘本分之事 惭愧惭愧 啊 卓本正回过神来 然后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刚刚其实是在想带会我们住哪 众人 我记得临来的时候 吴兄家中不是给了他一个地址 说是到了这林安城之后便去投奔那便可以吗 韩伯超问道 吴子章面现尴尬之色 确实有这么回事 但在离开林安城后的第二天 因为晚上喝酒喝得有些多了 于是我便将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丢在了客栈之中 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快到林安城了 众人又一次 那也应该没事吧 毕竟只是一个地址而已 以吴兄的脑力 看一眼就能记住 姚雅超说道 吴子章笑得更尴尬了 关键是我忘了看了 众人 林地林 行了 找不到就找不到吧 以你我四人之才学还愁找不到地方睡觉麻 走吧 先看看这林安城的景致 卓本正率先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 迈不往街上走去 众人纷纷点头 果然还得是卓兄啊 立大事而面不更色 值得佩服 没错 先观赏观赏这里的风景再找地方住宿 岂不美哉 四名书生会入了人流之中 时不时对街边的各种新奇见闻品投论足 倒也快活 但很快 华灯初上 他们也走得累了 可可 卓兄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找个地方先休息下 然后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了 韩伯超说到 姚雅超有气无力的点点头 韩兄此言正合我意 实不相瞒 我现在眼都恶花了 吴子张看向卓本正 卓本正面色素然 二位人兄所言极是 但现在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好像迷路了 至少这条街我们就已经逛了三次了 四人的表情都变得很古怪 直到两九之后 吴子张方才打了个哈哈 迷路了也不打紧 这么大的林安城 随便找人问问也就出去了 瞧我的 说着 他迈步走到街边一个打扮妖艳的姑娘面前 拱手一礼 姑娘 敢问附近可有吃饭和住宿的地方吗 这位姑娘回头瞥了吴子张一眼 然后随手撩起肩头上滑落的青纱 紧紧这一个举动便令吴子张的心跳加快了半拍 不禁暗自感叹 还得是林安城这等大地方啊 就连街上的这些姑娘们都如此的豪放不羁 相间伴露而面色如常 厉害厉害 与此同时 这姑娘嘴里吐出一口烟雾 你要找地方吃饭啊 没错 我等四人乃是远道而来参加文会的书生 道路不熟 居然迷失了方向 敢问姑娘 行了行了 没功夫听你那三话 跟我来吧 说着 这姑娘迈不想接对面走去 剩下的这三人面面相去 旋即脸上全都浮现出叹服之色 若论才学你我四人之中当然是以卓兄为尊 但要论与人相处还得是吴兄 姚雅超感叹道 吴子张四的一笑 然后便急忙跟了上去 很快 他们四人便跟着这位姑娘穿过长街 拐过一条小巷 然后来至了一处繁华更甚的街道之上 而后这姑娘站在其中一座楼宇面前 淡淡道 到了 诸位请进吧 四人骑骑仰头看去 就见这楼宇之上悬挂一个牌匾 上书万花楼三个大字 除此之外 楼门口以及二楼栏杆处都占满了女子们 这些女子的装扮都跟着未带路的姑娘一样 那么的豪放不羁 当见到他们四人驻足停留后 立即朝这里狂抛媚眼 大爷 近来玩会啊 公子 奴家新晋学会了一首削曲 给您吹奏一曲如何 在这阴阴艳艳艳的喧哗声下 四人齐齐陷入了史话之中 吴 吴兄 事情貌似有些不对劲啊 一贯胆大的韩伯超产生道 自幼便勤学苦练 极少跟女子接触的卓本正则是面红耳赤 这这是青楼啊 姚雅超更是义愤填音 你我乃圣人门徒 宝读诗书 岂能入这等烟赃之所 正当他们四人小声议论之时 带路而来的那位姑娘把眼一瞪 唉 你们四个静不静 不静别在门口挡着 片刻之后 他们四人坐在软凳之上 面前桌上山针海味不一而足 身旁如花少女巧笑窃息 这可真是个 好地方啊 四人心中同时生起这个念头 第2722章发呼于情 只呼于理 此时的万花楼一楼大厅之中 可谓阴歌厌舞 热闹非凡 作为临安城中首屈一指的青楼 众多豪商俱甲 少年英才们都来此寻欢作乐 只是此刻 其中一张桌子却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不是因为这张桌子的人有多了不起 而是因为这张桌子太安静了 安静到在这喧闹的大背景下 显得格格不入的地步 没有谈笑 没有信念 有的只是咯吱咯吱地咀嚼食物声 桌旁的几名女子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快朵頤的四人 然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都浮现出一个问号 怎么回事 莫非自己的魅力还比不上桌山的烧鸡 不然为何连看都不看自己一下 还是说这四个人就是为特意吃东西而来的 正当这些女子们为之迷茫凌乱之时 领着他们四人来此的那名姑娘又随手点燃了一节烟枝 这是一种特殊的植物 截取晒干之后便可用来吞云吐雾 有提神醒脑之功效 看这女子那咸熟的手段也能知道 她俨然已经是为老烟鸣了 深吸一口之后 烟气从这女子的口鼻之中缓缓吐出 衬托得她的眼神有些迷茫 这一幕恰好被坐在正对面的卓本正看到了 那一刹那 她就感觉仿佛有一记重锤砸在了自己的胸口一样 自己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她家学渊源 自幼遍苦读诗书 等长大一些之后 家中的管教又十分严厉 所以很少跟异性接触 至于青楼厨管这种地方 她之前也只是在画本小说中才看到过 实际根本没有踏足过 所以在男女感情上来说 她是个彻彻底底的出歌 也因此 她根本不知道此刻的这种心动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觉得 这个女子此时的表情是如此的惹人怜惜 令她只想将其揽入怀中好好安抚一番 可这又跟她平素所学习的道理相违背 毕竟君子之爱 发忽于情 只忽于理 自己怎么能有那么龌龊的想法呢 卓本正在暗自唾弃自己的想法 这位作风豪放的姑娘似有所觉 抬眸瞥了她一眼 卓本正的脸疼一下就红了 赶紧低头狂吃东西 借以掩饰自己内心之中的慌乱 这姑娘为不可查的冷笑一声 呵 男人 然后便抱着肩膀继续吞云吐雾 可她越是如此 对卓本正的吸引力就越是强大 因此她便开始不停地偷撇这个姑娘 看着看着 这个姑娘似乎是被看烦了 猛地将自己肩头的衣服往下一拉 然后冲卓本正淡淡道 看够了吗 不够老娘再拖 这等豪放之举一出 满座结晶 卓本正的脸更是红的都要低出血来了 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姑 姑娘 我不是 我没有 行了 你们男人那点心思我还不了解 姑娘也没拉起肩头的衣服 就这样大大咧咧地坐在那 弹了弹烟灰 又深吸一口 然后伸出两根手指 二百零十 我陪你睡一觉 啊 这 卓本正面红耳赤 张口结舌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 怎么 贤贵 告诉你 这可是行界 而且相信我 我技术很好的 越这么说 这卓本正的脸就越红 见到这一幕 姑娘的嘴角微微扬起 浮现出一抹不屑跟醋侠相混杂的笑意 然后站起身来 一手主桌探过身去 将如火珠唇凑到了卓本正耳畔 还是说 你是个厨呢 就着从女子身上传来的那股混杂着烟味和脂粉气的味道 以及耳边温暖的触觉 卓本正的心跳开始直线加速 而当她慌乱地垂下视线之时 映入眼帘的山峰更是让她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 我 姑娘 不是 她语无伦次地想要说些什么 姑娘见状突然轻笑一声 然后伸手捏了捏她那通红的脸颊 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啊 那一瞬间 卓本正就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 呆呆地凝望着这个姑娘的双眸 一股名为暧昧的气息开始弥漫 这位举止豪放不羁的姑娘 眼中也随之现出了一丝慌乱 就仿佛一场她本来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战役 突然反客为主了一样 可就在这时 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喧哗吵声 其中还夹杂着女子的哭喊以及猪蚁的碰撞摩擦声 紧接着便见一名发迹凌乱的女子慌慌张张地走下楼梯 一眼便见到了这名姑娘 叠叠撞撞地跑了过来 却姑娘 快 是虚公子 她不知道哪里受来的气 来了之后便拿着姐妹们疯狂发泄 刚刚更是将欠人打晕过去了 这位却姑娘面色一沉 随即站起身来 冷声言道 虚高天这个王八蛋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说着 她抄起桌上的酒壶便往上走去 正在桌旁坐陪的这几名女子随之起身 而且不光是她们 整个一楼大厅之中的所有女子也纷纷站起身来 这位却姑娘向前走了几步 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身对已经陷入呆滞状态的卓本正说道 吃完就赶紧走吧 这里不是你们这种人应该来的地方 说吧 她昂首阔步 上楼而去 看着她的背影 卓本正的心中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正在这时 耳叛传来吴子张的叹息声 这姑娘估计胸多吉少了 没听刚刚那人说麻 来闹事的正是那位大将军之子虚高天 是啊可惜了 不过这也是她们这些封臣女子的命运 韩伯超感叹道 我们吃了还是赶紧走吧 不然一会打起来被殃及到那就太晕了 姚雅超说道 可就在这时 这卓本正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 豁然站起 冷声言道 你们走吧 我不走 卓兄这是为何 三人齐皆惊诧 卓本正面色沉郁的言道 想我等饱读圣贤书 岂能见死不救 可对方乃是大将军府的常公子啊 姚雅超低声言道 常公子又能如何 卓本正的脸上现出一抹坚毅之色 第2723章 为所欲为 这虚高天平素肆意妄为 顽固腐朽 你我早有耳闻 现如今眼见他在失恶 难道就因为他的身份 我们便袖手不管吗 卓本正义正言词地说道 说得好 黑面书生韩伯超第一个拍案而起 我他妈早就看这个虚高天不顺眼了 卓兄此言正合我意 你说怎么着吧 我韩某一定追随 吴子张一口饮下杯中酒 也算我一个 姚雅超面线躊躇犹豫之色 卓本正十分郑重的言道 姚兄 这乃是我一人所为 你若不愿插手大可离去 卓某绝不抱怨 姚雅超叹了口气 苦笑道 我并非贪生怕死 但为风尘女子如此冲动疏为不至 可既然卓兄一意孤行 那姚某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闻听此言 卓本正不由哈哈大笑 好 我卓某能有三位之友 这辈子也值了 说着 他毫不犹豫地往楼上冲去 三人在后相随 要知道一楼大厅之中还有许多寻欢客的 当见到他们这一举动之后 这些人也不禁面现惊恶之色 他们要干什么 那可是大将军的长公子在行室啊 莫非是去找死麻 有些心中正义未免之人不禁摇头叹息 此刻的二楼之中 可谓是一片狼藉 满地都是残破的餐具和桌椅 一些小丫鬟瑟瑟发抖地躲在廊柱之后不敢抬头 整个二楼只有一张桌子还完好无损 虚高天好整以霞地坐在那 脸上满是阴郁之色 却姑娘手持酒杯站在她的身前 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低声道 虚公子 不管此次是因为什么 现在您东西也砸了 人也打了 事情总该有格了结 现在我将这杯酒饮下 您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怎样 说吧 却姑娘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可这虚高天根本不畏所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直到她已经将酒都给喝下去了 方才冷笑道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呵呵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用这种姿态跟我说话 此言一出 二楼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凝重 跟着却姑娘一起上楼的那些女子们眼神之中都现出了一抹怒涩 却姑娘却没有动怒 反而笑道 没错 在您须公子面前我确实什么都不算 可今天这件事总该有个了结不是 了结 很好 那我给你两个法子来了结 第一 让刚刚那的小倩跟我走 这件事我可以一笔勾销 文听此言 这些女子一阵骚动 在她们围拢的中间有一名额脚还躺着鲜血的漂亮姑娘面现绝望之色 她很清楚 只要跟着这位虚高天走了 那也就意味着自己将在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而且会死得极彩 幸好 这位却姑娘毫不犹豫地便否定了这个提议 这个法子行不通 说第二个吧 你真的不打算等听完第二个之后再做决定吗 虚高天似笑非笑道 却姑娘斩钉截铁的摇头 不必了 那好 那第二个法子就是 你替这个小倩跟我走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其皆色变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以这位虚高天那花丛乐魔的名声 但凡落入她手中的女子几乎全都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而且各个死状极惨 每个在临死前都遭受了极为变态的残酷折磨 这也是刚刚这位小倩会如此绝望的原因所在 可没想到这个虚高天会如此变态 甚至将主意打到了月姑娘身上 一时间全场骚动 这位小倩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有泪水滑过脸颊 反倒是这位瘸姑娘表现得十分冷静 深吸一口气缓缓道 虚公子 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你看 我刚刚给了你两个选择 并让你全部听完之后再做决定 结果你不听 现在却又问我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虚高天脸上的笑容见朗 这算不算在戏耍我呢 言语间 一股棒勃的威压从她的身上升起 压制得在场这些女子们全都瑟瑟发抖 却姑娘的面色也是一白 哪怕豪放机敏如她 此刻也不禁乱了心神 可就在这时 一个因为紧张而有些战斗 却又无比坚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却姑娘 不要答应她 闻听此言 在场之人纷纷回头 这却姑娘更是浑身一震 然后回眸望去 就见卓本正面色苍白的站在二楼楼梯口处 见到她看向自己不禁强自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位却姑娘做梦也没想到此刻出现在二楼之中的人会是她 不由愣在了原地 这虚高天一见来了几个陌生的面孔 而且看样子都是些书生 不禁冷笑一声道 你们又是谁 任安诚参加此次文会的学子卓本正 吴子张 韩伯超 姚雅超 四人齐齐上前一步言道 而这等行动更是看得在场这些女子们眼中一彩连连 却姑娘更是觉得胸膛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 鼻子一酸 险些掉下泪来 去高天却差点笑出声来 任安诚的学子 不说我还忘了 那任安诚城主似乎还见我一个女儿没献上来呢吧 你们出现在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卓本正将视线从雀姑娘身上磨开 然后深吸一口气道 虚公子 您乃是林安玉未来的少主 为何要为难这些弱女子呢 为难这些弱女子 去高天的眼中闪过一抹绿色 说下去 卓本正拱手言道 我等都是因为仰慕令尊威望 所以才千里迢迢前来参加这场文会的 希望虚公子能看在我等的面子上 放这些女子一条生路 静 静到了极致的那种静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向这虚高天 就连这雀姑娘的心都不由得苏锦成一团 莫地 就见虚高天脸上的肌肉 逐渐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 露出了一个可不阴森的笑容 看在你的面子上 好啊 那你现在跪下 叩头过来并叫我三生爷爷 我就放过这些人 第2724章用心狠毒 公子不可 虚高天的话音刚落 这位雀姑娘便勃然色变 立即出言阻止 实际上不只是她 吴子张等人的脸色也都变了 因为虚高天的这番话可谓恶毒至极 若是卓本正真的按照她的要求做了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她将前途尽毁 在学业意图上更是再无半点精进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样东西 细节 要知道她们都是以文入道的学子 若想激发文功成为一方大儒 那首先就要保持住自身的细节 只有这样 她们的文脉才有增进的可能 而现在虚高天提出的这个要求 摆明了是要摧毁掉灼本正的细节 斩断她的文脉 其用心不可谓不毒辣 唰 在场这些女子们虽然都是风尘女子 可也知道这个道理 因此全都满脸担忧地看向卓本正 卓本正脸上神情变换不定 意识颇为惆怅 见此情景 却姑娘满眼焦急 张嘴欲言 去高天冷笑一声 怎么 之前还气势汹汹想要当一个旧美的英雄 怎么这么快就耸了 还是说 你刚刚的所作所为只是想估名调狱呢 卓本正被虚高天的这番话给激怒了 可不管如何愤怒 她的头脑也是清醒的 知道此刻爆发根本于事无补 反而会将事情弄得更糟 因此强压怒火道 去公子 是不是只要我跪下你就能放过这群姑娘 没错 好 那我跪 说着 卓本正向前一步 弯腰屈膝便要下跪 见此情景 在场的众多女子们转过头去不忍再看 更有人小声啜气起来 去高天的脸上则浮现出得意和张狂之色 她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 令劫富为之痛哭 令英雄为之低头 这回让她有一种变态的快感 就仿佛世间知识都牢牢掌控于自己的手掌之中任意揉捏一样 可眼见得卓本正就要跪下 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的信尖骤然浮现在虚高天的面前 待看到上面的内容后 虚高天面色大变 豁然而起 毫不犹豫地转身破窗而去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这位做微作福肆意张狂的虚高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众人看着那扇破碎的窗户全都有些发愣 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位虚高天是怎么了 为何会突然离去 但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众人的脸上全都浮现出了如是重负的笑容 立即有人上前搀扶起还处在愣愣状态之中的卓本正 公子 你受委屈了 是啊 公子 刚刚实在太感谢你了 这些女子们围拢过来叽叽喳喳地对卓本正表示感谢 卓本正还有些发萌 只能回忆木讷的微笑 正在这时 这位雀姑娘迈步向这里走来 见到她过来 这些女子们立即分开一条道路 这位雀姑娘静止走到了卓本正面前 目光深邃地看着她 卓本正被她看得有些发毛 站在那洞也不是不洞也不是 可就在这时 似乎是察觉到了卓本正的尴尬 这位雀姑娘扑斥一笑 这一笑真好似繁华盛开 内态横生 卓本正都有些看吃了 而后这位雀姑娘便飘飘万福 母家却为难 多谢公子刚刚仗义直言出手相助 卓本正这才从刚刚的痴态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姑姑娘太客气了 路见不平出手相助 不过是我们这些学子们应尽的本分而已 卓为难却是满脸缩然地摇了摇头 公子错了 这虽然名义上是学子的本分 可面对强权 天下间又有几个学子能真正做到呢 所以公子大勇 说到最后 卓为难又一次万福为理 周围的这些女子们也齐齐随之 并异口同声地称赞道 善公子大勇 卓本正被弄了个面红耳赤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愧不敢当 愧不敢当 见到他这副迥样 这却为难也不禁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卓公子还有这三位公子都辛苦了 我已命人备下薄酒 希望四位能赏光 这卓本正本来有些犹豫 身后的吴子张轻轻推了他一下 卓本正这才点头答应 很快 一桌丰盛至极的酒宴变成了上来 卓公子 诸位 请上座 卓为难正色言道 见他如此认真 卓本正四人也就没有再推辞 就是落座 卓为难以及众多女子在旁相陪 只不过这次的酒宴吃起来就跟之前在楼下的时候不一样了 至少这位曾经表现得豪放不羁的却公养此刻却十分温柔乖巧 言谈举止真好似一位大家闺秀一般 席间更是频频向卓本正以及吴子张四位敬酒 等酒席也吃得差不多了 几名小丫鬟匆匆地赶了过来 手里全都提着一个大包袱 这却为难正重其事地将包袱接过 然后放到了卓本正四人面前 这里面是我望花楼诸位姑娘们的一点心意 希望四位公子不要嫌弃 手下他然后便赶紧离开这里吧 却为难轻声道 卓本正一愣 他怎么也没想到却为难居然会赶自己走 却姑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卓本正艰难问道 却为难侧过头去看向窗外 淡淡道 没什么意思 只是感谢几位公子刚刚的仗义出手而已 那你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等问完这句话后 卓本正才觉出了愚蠢 你是怕那虚高天再回来找麻烦 他语气低沉道 不是怕 而是肯定会发生 你不了解这个虚高天 他是个牙子必报之人 今天的事在他看来就是你们博了他的面子 所以他一定会回来报复你们的 未经之计你们只有赶紧离开这里才能摆脱这场是非 那我们走了 你们怎么办 卓本正追问道 却为难为为一笑 我们万花楼能在这临安城中开这么长时间就说明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那虚高天真要想对我们下手事先也得颠量颠量 所以你们不必担心我们 可是 卓本正还想问什么 第2725章出手 却为难的脸上显出一抹烦躁之色 不必多言了 几位公子如果已经吃饱了的话 就请尽快离开吧 毕竟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没时间在此多赔了 说吧 他直接起身 连招呼也不打 镜子离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 卓本正有些傻眼 一旁的韩伯超却是义愤填膺 卓兄 跟这种不知感恩的风尘女子还费什么话 既然他这么绝情 那我们离去便是 卓本正有些默然 但是已至此 多说无意 只好站起身来掀撇了桌上的那几个包袱一眼 然后摇头叹息一声 走吧 既然人家不欢迎我们 那就离去吧 说吧 他大步而去 连看都没看桌上的包袱一眼 见到他这样 剩下的三人自然也不好意思再去拿桌上的包袱 纷纷起身跟着离去了 当他们走了之后 有小丫鬟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却为蓝 此时的却为蓝正坐在三楼的一处房间之中发呆 等听到卓本正死人根本没有拿包袱 而是直接离去之后 他默然半晌 最终摆了摆手 好了我知道了你退下吧 可这小丫鬟却没有走 反而鼓起勇气问道 却姑娘你为什么不将实情都告诉卓公子他们呢 却为蓝苦笑一声告诉他们又能如何 在这灵安城中若想生存下去就得向着虚加低头 更何况这件事本来就跟他们不相干 若是因此毁掉了人家的前程 岂不是作孽 可是我看那卫卓公子看您的眼神似乎很喜欢您的样子啊 小丫鬟低声道 却为蓝唯唯一争 玄机便现出了黯然之色 我这样的风尘女子又如何能失望喜欢二字呢 况且这些意气风发宛若风中竹松的少年本该有着更好的前程 他们是不属于这里的 小丫鬟欲言又止 最终只好黯然退下 等他走后 却为蓝独坐在黑暗之中 只有一双眸子亮如秋水一般 呆坐了许久许久 久到外面都已经滑灯出上了 他才缓缓站起身来 脱去宽大衣裙 换上了一身夜行衣 直接潜入了茫茫无尽的黑暗之中 林安城堪称巨大 却为蓝从万花楼所在的街区出发 以及快的速度在房极间跳跃穿行 即便如此 他依然用去了足足一刻钟的时间方才来至了目的地 目的地是一座小院 外面看去毫不起眼 但等却为蓝刚然一落入院中 屋中便传来一个苍老奸细的声音 却姑娘这么晚了前来 有什么事吗 随着话音 房门打开 露出了一张胖朔的面旁 赫然便是白天在城外迎接云林轩的那名胖太监 当见到他之后 却为蓝拱手为礼 吴伯伯 确实有一件要紧的事需要您帮忙 泽泽 这可真是稀罕 林安诚谁不知道 却姑娘很少求人 你该不会是想求我帮你杀掉虚高天吧 虽为城主府的下人 但在此刻提及虚高天之时 这位胖太监的语气之中全无半点敬意 却为蓝默然片刻 吴公公睁大了眼睛 我还真猜对了 你真想杀虚高天 却为蓝点了点头 这个虚高天做事越来越过分了 今天若不是有人出面 我可能当时就按捺不住直接动手了 吴公公点了点头 今天的事我也听说了 这虚高天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 但就凭你这点实力便想去刺杀他 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一样 那我也要去做 因为就以这虚高天的性格 事后他肯定会疯狂报复 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先下手为强 说到最后 却为蓝的眼中现出一抹狠力之色 这位吴公公叹了口气 作为你爹当年的好友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你去送死 听到他提及了父亲 却为蓝目光欺然 吴伯伯 你觉得我现在活着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吗 为了报复仇 我忍入负重隐身于青楼之中 只想接近这位林安大将军 可三年过去了 却连一点进展都没有 与其这样漫无目的的等待 还不如拼死一搏 若是成功的话 虽然没能杀掉林安将军 但杀了他儿子也算有所交代了 这位吴公公深深看了却为蓝一眼 见他目光坚定 不由长叹一声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便帮你这一次 但要记住 一旦踏出这一步 再想回头可就没机会了 却为蓝用力点头 我明白 展察光景之后 小院之中重新变得空荡荡的 这名胖太监独立于黑暗之中 两久之后他才看了一眼远处的灯火 难难道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这个傻姑娘会萌生如此强烈的死质 说吧 他摇了摇头 然后转身回屋了 与此同时 在城中另外一处豪华釜底之中 虚高天面色阴沉的听着眼前这个跪在地上的黑衣人讲述着事情的经过 直到他说完之后 虚高天方才缓缓开口道 也就是说 你发现了反贼的踪迹 结果非但没能抓住他们 反倒将自己的手下都给折损了 听到他那冰冷到不带分好感情的质问 这黑衣人浑身一颤 旋即便无比恐惧地说道 二店主 这都是属下一时疏忽中了贼人的圈套所致 求您看在我这么多年兢兢业业没有犯过错的份上 饶我一命啊 说着 他砰砰砰地在地上磕头 哪怕额头都磕出血来了都不敢有丝毫停歇 去高天坐在椅子上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做错了事 磕几个头便想弥补回来 未免想得也太简单了 闻听此言 这黑衣人浑身又是一阵 然后便毫不犹豫地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 挥手砍落 扑 却光蹦现 一条绑壁就此落地 黑衣人强忍惧痛言道 二店主 这样可以吗 哼 这次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 若有下次 你直接提着你的脑袋过来见我 是 黑衣人离开了 屋中的血腥气泥漫步 不散 去高天站起身来往屋外走去 今天他在万花楼中就是看到了修罗殿的信尖才赶到这里来的 此刻 他心中盘算着一个念头 青老三和白老七虽然实力都不算绝顶 却也不是俗手了 至少这么多年都没出过差错 那么又是谁出手杀的他们呢 正在他疑惑之时 半只脚也已迈出了门槛之外 而也就是在这时 一道无与伦比的剑光劈开黑暗 迎面而来 第2726章何为变态 这剑光来势极快 几乎是瞬间便劈到了虚高天面前 虚高天却没有丝毫慌乱 就仿佛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剑一样 唯唯冷笑道 终于按捺不住了麻 说着 他抬起手来轻轻一弹 争 一声金铁交鸣 这道剑光被虚高天取指弹飞 定在了狼柱之上 尾部战斗不已 赫然是一把匕首 虚高天唯唯轻易一声 他之前还以为偷袭者应该是杀掉青老三跟白老七 并设计伏击了一整只黑衣小队的那帮人 可现在看来 情况似乎有些不一样 至少这动手之人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厉害 正在这时 又有数十道剑光从四面八方席向虚高天 虚高天冷恒一声 猛的一跺脚 轰 烟尘四起 形成一道沉暮 挡住了这些袭来的剑光 可就在这时 一道幽暗的剑光突然穿透厚厚的沉默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虚高天的眉间 这是必杀的一击 之前所有的攻击都是在为这一剑做铺垫 可就在剑尖已然触碰到虚高天眉心的毛发 在往前推进一丝便能破骨入脑的时候 两根手指突然稳稳地夹住了剑尖 呼 这一剑所带起的狂风吹动了虚高天的头发 可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反而咧嘴怪笑起来 就这点本事也敢出来丢人现眼麻 说着 他的手指猛然一用力 崩的一声 长剑从中间折断 沉默之后传来一声压抑不住的闷横 虚高天的双眸瞬间一亮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居然还是个女人 说着 面前的沉默轰然消散 隐约可见其中有一道身影正在趁乱逃脱 但虚高天又岂能放他走 只见他冷笑一声 还想走 言语间 周遭的空间被瞬间凝固 连那未曾落下的尘土也凝制于空 那道身影自然也未能幸免 犹如被按下了暂停剑一样 僵立于原地 动弹不得 虚高天缓缓走过尘雾 来至了这道身影的面前 当看到他那张被黑沙遮去大半的面旁 以及玲珑有致的身形之后 虚高天的眼中蹦射出极为火热的光滑 然后节节怪笑起来 我当是谁 原来是万花楼的雀姑娘啊 怎么 白天知识觉得不服气 所以过来找我算账吗 说着 虚高天一把扯下他的面金 正是雀为蓝 看着这张秀美中又略带极许英奇的面容 虚高天面带放肆张狂的笑容 然后伸出手来轻轻抚摸他的脸颊 泽泽 这么水嫩的小脸蛋 带回要是挂彩剑鞋可就有点太可惜了 却为蓝的眼中显出浓到化不开的绝望之色 他不是怕死 而是怕落入这个恶魔的手中 可此刻的他别说自杀 连动下手指都是奢望 虚高天兴奋的连呼吸都粗重了几分 对对 就是这种眼神 绝望中带有无尽的不甘 简直让人看一眼便控制不住的兴奋啊 说着 虚高天凑到却为蓝的脸庞进前 忽然斜斜一笑 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他的左脸一下 那种滑溺恶心的感觉令却为蓝差点反胃 可现在的他却只能站在那身受着 虚高天越来越兴奋 凑到却为蓝的耳边 以变态般亢奋的语气说道 告诉我 你的幕后指使者是谁 别告诉我没有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外人根本不得而知 随着虚高天的问话 却为蓝就感觉自己喉咙一松 重新获得了说话的权利 可他并未说话 而是选择继续沉默 咯咯咯咯 去高天忽然神经直斑狂笑起来 直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他才猛的一扯却为蓝的头发 却为蓝痴痛不过 发出了一声惊叫 但旋即便闭上嘴巴 一声不吭 去高天凑到他的面前 恶狠狠言道 很好 看来你是想用沉默来对抗我了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看你能撑多久 说吧 虚高天张开嘴 露出满嘴白森森的牙齿 一口咬在了他的脸蛋之上 这一口咬得极狠 当时鲜血便躺落下来 剧痛之下 却为蓝却强自忍耐着 硬是一声没坑 可他越是如此 虚高天便越是兴奋 牙关猛一用力 扑 他居然硬生生从却为蓝的脸上咬下来一块肉 鲜血狂涌 染红了却为蓝的半张脸颊 直到此时 他才终于发出了一声压抑不住的痛苦呻吟 去高天的眼中却燃起了一团赤裂的火焰 真好 就是这样 真好 含糊不清的言语中 他咀嚼了几下 将嘴里的血肉吞了下去 然后咧嘴一笑 味道不错 却为蓝的眼中终于现出了深切的恐惧之色 因为被人一点点吃下去 这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简直就是最为残酷的死法 疯 疯子 你这个疯子 魔鬼 哈哈哈哈多谢夸奖 接下来 我该用餐了 说着 虚高天张嘴便又要咬下 可就在这时 一枚石子鞋刺里飞来 正好急在了虚高天的牙齿之上 咯蹦一声 虚高天的牙齿便被敲断了好几颗 刹时间 虚高天勃然大怒 冲着黑暗大吼道 神木人 可回应他的却是如雨点般飞制的石子 很奇怪 这些石子的飞行速度并不快 而且气势也很平平 可无论虚高天如何躲闪 都逃不开这些石子的追击 眨眼间 虚高天便挨了一波石子打击 手忙脚乱之下 虚高天哪里还顾得上 却为蓝 连带着周遭的时空禁锢也放松了 却为蓝十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手脚居然可以活动了 虽然还只能很轻微地活动 但这至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却为蓝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 不顾一切的疯狂催动起自身的修为来 刹时间 伴随着气血的运行 他的手脚彻底恢复了正常 但他并未选择逃走 相反的 他居然朝着虚高天的方向便冲了过去 在冲锋过程中 他双手十字交叉 然后往后一挥 手中便出现了一柄锋锐的匕首 刹时间他便冲至了虚高天身后 然后一个纵月 双手前身 直刺虚高天的后背和脖颈 第2727章 这就是变态 他这个时间点卡得极好 几乎是在那十字攻击 刚刚结束的瞬间便冲了上来 可还没等他手中的匕首 刺到虚高天的衣服 一股强横至极的威压 便从虚高天的身上爆发出来 却为蓝连横都没横一声 直接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威压撞飞出去 与此同时 这虚高天狂怒地吼道 是谁 居然敢以规则之力打我 是谁 要知道就以他现在的实力 需取几颗小石子 吹口气便能将其彻底湮灭 可他面对这如雨般的石子 却连半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不管自己如何催动护身咒法 这些石子依然能慢慢悠悠地将其穿透 然后狠狠击打在自己身上 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这些石子显然都不是普通的石子 而是蕴含有规则之力的奇物 可问题是这种东西即便在这个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又是谁会用这种东西来对付自己呢 去高天虽然狂怒 心思却很清明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显然是为了救雀围栏 不用问 这肯定就是雀围栏的后台指使者了 想到这 虚高天纵起身形 朝着倒飞出去的雀围栏便扑了过来 但他的身形刚至半途 一颗硕大的石子突然从天而降 好巧不巧地便砸在了他的头上 砰 一声愣响 虚高天被砸了一个猎妾 险些灾倒在地 与此同时 就见一道淡淡的身影从院中闪过 然后抄其地上昏迷不醒的雀围栏 瞬间又消失在了原地 整个过程不过虚于间 然后这小院就变得空荡荡的 好不容易从被砸晕的迷茫之中苏醒过来 虚高天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勃然狂怒 他猛地一跺脚 轰 小院剧烈摇晃了几下 然后那些房屋建筑便轰然倒塌 与此同时 无数黑影从四面八方冲来 其其跪在了虚高天面前 二殿主有何吩咐 去高天咬牙切齿的低吼道 立即派人将万花楼移为平地 同时下必杀令 追杀雀为蓝以及卓本正等人 是 得令之后 这些黑影如幽灵般散去 去高天站在远处 抚摸着自己那被砸肿的脑袋 忽然阴侧侧地笑了起来 规则之力 整个林安玉也没几个人拥有这种力量 所以 你跑不了的 我一定会将你给揪出来 与此同时 却为蓝从摇晃之中醒来 发现自己正被一个胖硕的身影抱着在黑暗之中穿行 他唯唯一惊 旋即这个身影便低声道 不用怕 是我 却为蓝张了张嘴 最终低声道 吴伯伯 身影纵过黑暗 最终落入了之前那的小院之中 灯光照耀之下 正是之前那名胖太监 算了 你爹就是我眼睁睁看着死在自己面前的 这让我几十年都没睡好过绝 现在你又是一样 再让我袖手旁观 我实在做不到了 说着 他松开手 却为蓝亮呛了一下 站稳身形 然后身失一礼 谢谢吴伯伯 吴太监摆了摆手 谢就不必了 现在形势很是危急 虽然我用石子战时击退了虚高天 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现在一定已经发动手下的势力 开始全程搜捕 文听此言 却为蓝面线黯然之色 是我连累吴伯伯宁了 您放心我现在马上离开 说着 他转身欲走 离开 你信不信自己只要出了这扇门 不用走出这条街你就会重新落入那虚高天的手中 吴太监冷声道 却为蓝浑身一颤 但他没有反驳 因为他知道这为吴伯伯说的都是实情 行了 谁让我跟你爹当年是好朋友呢 既然我就吓了你 就不能不管 你先躲在我这里吧 可是这难道不会连累您麻 吴太监呵呵一笑 那虚高天虽然无法无天惯了 但我身为他老爹身边的大管家 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我的 说着 吴太监转身往屋里走去 叹息道 只是可惜了那座万花楼了啊 文听此言 却为蓝浑身俱阵 想说什么 但眼泪却已然垂落 他恨自己实力低违 恨自己做事鲁莽 今晚知识非但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连累了许多人 幸好在自己做事之前 已经遣散了万花楼的所有人 希望他们都能乖乖听话 赶紧逃离这座城池吧 却为蓝心中默默想到 而也就是在同一时刻 在万花楼的门前 卓本正还有吴子章等四人 全都有些目瞪口呆 因为此刻的万花楼大门紧闭 里面漆黑一片 别说人影了 连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 怎么回事 难道今天休息了 韩伯超错愕道 但卓本正还有吴子章脸上的神情 却变得极为严肃 不对劲 这绝对不对劲 卓本正南南道 他们四人本来已经离开了这万花楼 那时候卓本正气愤于却为蓝的突然冷淡 头脑一热之下便带着吴子章三人走了 可等后面头脑稍微一清醒 他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再结合却为蓝最后的话 百明了是不想连累自己啊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四人又立即赶了回来 结果却发现这万花楼早已空无一人 正在错愕之时 四面八方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之声 然后便见十几名黑衣人从阴影之中走出 将卓本正四人围在了当中 你们想干什么 吴子张健壮立即喊道 可这些黑衣人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话 反而深深看了前面的卓本正一眼 李教卓本正 是 卓本正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拿下 这些黑衣人一勇而上 朝着卓本正四人便冲了过来 卓本正等人虽然修的是已文入到这个路子 但现在也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而已 根本没有半点实战能力 眼见这些黑衣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四人全都有些傻眼 可也就是在这时 接到那端缓缓走来了二人 领头的赫然是一名白衣少年 身后则跟着一名头戴面纱的女子 李确定万花楼就在这条街 少年问道 放心吧 错不了的 当初我跟那位雀姑娘通信的时候 她曾亲自画了一张图 标记出了万花楼的位置 所以咱们这么走肯定没错 第2728张文胜牌位 这二人的突然出现打破了现场的凝重气氛 就连这些黑衣人都停下了脚步 以怪异的目光看向走来的这二人 因为他们也感到了诧异 明明在动手之前已经将这条街道给封锁了啊 况且自己这么多人 但凡正常一点的人也能看出不对劲吧 而也就是在这时 四人中的姚雅超反应最快 立即大喊起来 救命 这位仁兄救命啊 我们都是学子 这些人都是坏人 想要对我们图谋不轨的 情急之下 这姚雅超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连图谋不轨这种成语多往外蹦 文听此言 这名头戴面纱的女子方才注意到 街道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 不由十分害怕地躲到了少年身后 这名白衣少年则缓缓抬眸 先打亮了卓本正姚雅超等四人一眼 旋即又将目光投向了这些黑衣人 正在这时 这些黑衣人中领先艺人沉声喝道 修罗殿做事 闲杂人等速速离开 否则杀无赦 少年笑了 修罗殿 真是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你们 少废话 还不快滚 有黑衣人呵斥道 少年却没有理会 反而抬起头来看向大门紧闭的万花楼 任宁 这就是你所说的万花楼马 怎么没开门啊 没错 来此的二人正是薛安和任宁 他们自人安城而来 一路上走走停停 并未着急赶路 所以直到今天才算赶到临安城 等一进临安城 这任宁便兴奋起来 当初他在任家之时因为生活苦闷 所以极度沉迷画本小说 看得多了他便也萌生了动笔的想法 于是便投稿给了几本画本选刊 结果其中一篇还真就刊载出来了 当收到刊印着自己小说的样刊后 这任宁欣喜若狂 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接连几本小说的连载之后 他以轻心挨挽的文笔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其中一封来自临安城万花楼的来信 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这封信上同样记载了一个女子的凄惨绅士 自幼母亲早亡 跟随父亲生活 结果十岁那年父亲却被仇人所杀 然后便流落青楼 成为了一名丰臣女子 这悲惨的遭遇深深打动了任宁 结合自己的过往 他不由生出了同病相怜之感 于是便写了回信 一来二去 他便跟这位来自万花楼的姑娘 结为了未曾见过面的朋友 所以等到今天跟随着薛安来致临安城后 任宁简直兴奋异常 迫不得已的想见见自己这位比友 可万万没想到 在比友心中描绘的灯红酒绿繁华热闹的万花楼 此刻却是大门紧闭 空无一人 任宁 从薛安的背后探出头来 眼中也不禁现出了迷茫之色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他跟我说过这里很热闹的啊 正在这时 这些黑衣人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其中一人迈步上前 冷声喝道 我们跟你说话没听见吗 还不快滚 否则就 还没等他说完 薛安突然垂下头来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咚 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个扫事 这名黑衣人就如同被一记重锤砸在了胸口一样 直接倒飞出去 然后砸塌了街边的一堵墙壁 没了声息 这石破天惊般的一击令剩下的这些黑衣人们悚然而惊 因为谁也没看清这名白衣少年是怎么出手的 好似只是一个扫事便将这黑衣人轰飞出去了 被困在当中的卓本正四人却是大喜 姚雅超高声喊道 这位公子千万不要放过这些家伙 这万花楼之所以关门也跟他们有关 姚雅超之前听到了任宁跟薛安之前的谈话 知道他们是来万花楼找人的 因此立即喊道 与此同时 剩下的这些黑衣人也知道这白衣少年绝非易于之辈 可二殿主有令 今晚一定要将这卓本正气拿回去 修罗殿规矩严苛 但凡完不成命令便有性命之忧 因此他们没有退缩 反而一窝蜂搬涌了上来 准备群战这名白衣少年 却安见状唯唯冷笑一声 正要出手 可就在这时 一道华光自东方天际而来 并于顺习间便来至了临安城上空 轰 当这道华光停于临安城上空后 一股浩瀚如海的棒驳正气轰然降临 并于顷客兼便笼罩了整座城池 正气所照之处 力气消允于无形 甚至连这些本来打算动手的黑衣人都惊觉自己业以准备的攻击居然怎么也发不出去了 正自惊恶之时 就听一个无比威严的声音从天而降 文圣排位在此 诸邪退散 煞时间 那道华光爆发出无比璀璨的光滑 令人为之侧目 伴随而来的环有深深的威压和振折 就仿佛这光滑可以洗敌人内心的罪恶一样 令人根本胜不起丝毫的战意 这些黑衣人站在原地瑟瑟发抖 却安却绕有兴致的看向天空 他的目光丝毫不受那璀璨滑光的影响 可以清楚看到降临于临安城上空的乃是一块黑色类似于石碑样的东西 上面通体没有文饰 只有中间写着一个大字 正 却安的瞳孔萎缩 因为这字体赫然是方方正正的楷书 并且每一笔每一话都蕴含有无上威压 文圣排位 有点意思 却安的嘴角微微扬起一丝笑意 他可以很清楚地感知到 当这块文圣排位出现在临安城上空后 整个临安城都被其所镇压 不 用镇压这两个字形容并不贴切 而是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领域的所在 在这片领域之内 这文圣排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所有人的修为和心思都被其所影响 这也是这些黑衣人刚刚居然连攻击都发不出的原因所在 就连薛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影响 由此也可见这块文圣排位的霸道与强横 正在这时 就见一道身影子城中飞起 瞬间便来至了文圣排位之前 先恭敬地俯首一礼 然后便转头冲东方朗声笑道 但不知是施舍的哪位大儒亲至 须林安在此相迎了 话音刚落 就见东方天际一头青牛威夷而来 第2729章青牛大儒 这青牛通体纯青 没有一根杂毛 并且体型高硕 虽然缓缓而行 但速度却极快 刚刚还远在天边 下一瞬便已来至了林安城上空 而后便见青牛至上端坐着的 那名青山儒氏微笑言道 须城主客气了 唐正不才 特来参加此次的林安文会 当见到这名文职彬彬 奉神俊郎好似仙人般的儒氏之后 须林安也不禁一愣 旋即脸上便浮现出肃然之色 原来是青牛大儒唐夫子 您能来林安城主持此次的文会 真乃是林安学子之幸 这时唐正拍了拍胯下的青牛 青牛变化为了一团烟气消散 而后唐正这才端手一礼 愧不敢当唐夫子 请去林安热情洋溢的招呼道 唐正点了点头 迈不往那城主府而去 只是在临走之前 他似有所觉 侧目看向了万花楼所在的这条街道 此刻 修罗殿的这些黑衣人早已四散而去 以他们所修习的黑暗功法 如何能直面这文圣牌位 再加上在这冲天文气的镇压下 动手已经成为了痴心妄想 所以便慌忙逃走了 雀安也没追及 而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 不光是看这位新来的青牛大儒 也在打量看上去慈悲善目 好四个原外郎的虚灵安 正在这时 唐正的目光投来 薛安却先他一步低下头去 淡淡道 走吧 既然万花楼已经关门 那我们就另找住处吧 说着 薛安迈步便走 任宁自然没有意义 虽然对于没能见到自己 昔日的粉丝兼比友而有些失落 但他还是乖巧地跟在薛安身后 一步也不肯远离 而也就是在薛安低下头 准备离开的同一时刻 天空中的唐正心中微微一动 唐夫子 怎么了 身后的薛安见唐正突然停住脚步不走了 不禁问道 唐正摇了摇头 没事 只是偶有所感罢了 虽然这么说 但唐正的心中还是微微有些疑惑 奇怪 刚刚明明感觉到有一股 至轻至贵的气息在这个区域啊 怎么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呢 去林安也若有所思地转头看向万花楼的区域一眼 旋即便笑道 唐夫子 若是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等还是尽快回去吧 毕竟那位云姑娘可是一直在府中等候呢 不 云姑娘 可是楼外楼的那位花魁云林轩 她也来了 正是 那倒是要见一见 二人谈笑着返回了城主府 与此同时 薛安也正要离开 可身后却传来一个焦急的喊声 这位公子请留步 薛安转头望去 就见卓本正以及五子张瑶雅超四人快步追了上来 等到了进前后 这四人对着薛安一躬到地 度谢公子刚刚出手相救 薛安笑了笑 看你们都是学子 怎么会惹到这种人 还没等卓本正说话 那黑念书生韩伯超便垂头丧气地说道 还不是因为惹到了虚高天 虚高天 将军府的那位长公子 薛安唯唯一争 除了他还能是谁 韩伯超恨恨道 薛安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精彩 因为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修罗殿之所以惹上自己 是由于自己在戏院中时曾经坏了他们的事 而等自己将青老三和白老七杀掉之后 戏院中的那名戏子也很快便失踪了 失踪时 那座戏院更是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其中的事就很值得玩味了 因为现在的事情明摆着说明 修罗殿跟着魏林安将军府的长公子 薛高天脱不开干系 那么修罗殿又为何会对一个戏子痛下杀手呢 尤其这名戏子还是葛 邪恶 这些错纵复杂的线索在薛安的脑海中归纳总结 最终形成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目标则直指这位薛高天 有意思 正当薛安感觉不需此行之时 就听一个雀生生的声音从黑暗之中传来 是 是卓公子麻 众人回头望去 就见在一条小巷的巷口 有一名小丫鬟探出头来 正满脸金句的看向这里 等确认是卓本正后 这小丫鬟的脸上方才现出喜色 然后快步跑了过来 卓公子 欠人姑娘让我来这里找您 说您一定会回来的 果然让我给等到了 卓本正脸忙得很 哪里记得这个小丫鬟是谁 反倒是身旁的吴子张记性颇佳 一眼辨认出这个小丫鬟正是万花楼里的人 不禁问道 你是万花楼的小丫鬟 那你们的人呢 怎么万花楼里空无一人 这小丫鬟难过地说道 我们都逃走了 因为卓姑娘说那虚高天生性残暴 绝不会轻易放过万花楼 所以就让我们全都出去躲几天 那卓姑娘 卓本正上前一步 焦急问道 这小丫鬟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卓姑娘在说完这句话后便离开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她 卓本正面色一白 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任宁卓突然探出头来问道 你说的卓姑娘可是卓围栏吗 小丫鬟点了点头 万花楼中只有一位卓姑娘 自然就是这卓围栏了 任您看向薛安 她就是我的那位粉丝兼比友 虽然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她想让薛安邦邦卓围栏 最终能找出她的下落 至于薛安能不能做到 如果说现如今这个世界谁最信任薛安 那除了安言之外就要数她了 卓本正四人也都想到了这一点 知道这位白衣少年肯定是个有本事的 不禁都用期盼的目光看向了她 薛安笑了笑 倒也不是不可以 可我又不认识这位卓姑娘 甚至连她常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如何能找到她 众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是啊 即便这位白衣少年本事再怎么大 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吧 正在这时 卓本正忽然抬起头来 满脸坚毅地说道 我想我有办法了 不 什么办法 薛安似笑非笑地看向这卓本正 她对这几名学子的印象很不错 毕竟赤手空拳便敢跟虚高天 这样的顽固高梁放对 足以说明他们的心性 我小时候学过几天单亲之法 或许可以将其形象描绘出来 第2730章信不入命 万花楼坐落在这条烟花巷的正中央 以这里为基准往西走不过百十丈的距离 便是一条繁华的十字路口 只不过此刻这条路口却是冷冷清清 毕竟刚刚那些黑衣人大肆搜捕 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再加上诗舍大如西文圣排位而来 这接二连三的大事令人们全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哪里还有心情去寻欢作乐 就连那些平素眼高于顶的学子们 此刻也不敢有丝毫造次 毕竟施舍的大如现在可就在城中 若是有荒唐之举被其所知 岂不是自毁前程麻 在这种情况下 整条烟花巷都是冷冷清清 缺安一行人跟随着这名小丫鬟 在十字路口往南拐 没走多远又拐入了左手边的一条小巷 跟富丽堂皇的大街不同 这条小巷很是破旧 地面上还遍布着污水垃圾 住在这里的都是临安城最底层的民众 可是此刻 这些类似平民窟的所在却也是冷冷清清的 没有办个人影 沿着这条小巷七拐八绕的走了很长一段路后 血安一行人终于来至了一处破落的院落之前 小丫鬟上前敲门 而且是很有节奏的一短两长声 片刻之后 门内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便听一个略显慌乱的女声传来 是谁 姑娘 是我 小丫鬟硬道 门吱压一声从里面打开 然后露出了一张苍白的女子面容 当看到小丫鬟以及她身后的着本正四人后 这女子面色一喜 卓公子真的是你 谢天谢地 终于找到你了 说着 她立即让开道路 并回头冲愿中大喊道 姐妹们快出来吧 是卓公子他们 一声喊叫 这所并不算宽敞的院落之中便冒出了诸多倩影 赫然便是万花楼中的那些姑娘们 原来她们在听从雀为蓝的劝告 从万花楼里撤出来后并没有离开这临安城 实际上就以这群弱女子的实力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逃离临安城 但幸好这群姑娘们平日里跟周围的居民关系都很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 她们便顺势躲进了这片平民窟之中 因为这里属于几乎被遗忘的角落 所以她们的安全算是得到了战时的保障 不过这群姑娘们即便是这样依然记挂着却为蓝以及仗义直言的卓本正等人 于是便派出了个小丫鬟出去探听消息 没想到这小丫鬟居然直接将卓本正等人带回来了 卓公子 见过几位公子 这些姑娘们纷纷冲卓本正失礼 弄得卓本正几人面红耳赤 连称不改 她们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做了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 在这些姑娘之中却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心中不免有些感叹 这事到人心险恶 反倒是这些姑娘们拥有着最单纯朴素的情感 谁对她们好 她们就对谁好 正在这时 这些姑娘们也注意到了随后走进来的薛安和任宁二人 这二位是 一位额头上还打着绷带的姑娘迟一道 正是之前那个险些被虚高天带走的欠人姑娘 卓本正赶忙介绍道 这位公子便是将我们救下的恩人 若不是他 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落入虚高天的手中了 说着 卓本正简单地将情况介绍了一遍 听完之后 这些姑娘的面色也不禁有些变了 敢问这位姑娘便是在画本选刊上连载的那部落跑新娘 霸道摄政王爱上我的作者雨天情麻 这位欠人问道 任您脸一红 唯唯点头 就是我 你知道我 八 听到任您承认 在场的这些姑娘们简直是一阵大花 这位欠人更是满眼崇拜的言道 岂止是任是 您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武像啊 却姐姐之前就曾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过你 等一看您的著作 我们立即便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是啊雨姑娘 给我签个明白 雨神 您能不能告诉我最后女主有没有跟摄政王在一起啊 这些女人们簇拥上来目光炯炯的看着任您 那正是简直像是要将她给吃掉一样 任您吓了一跳 慌忙躲到了薛安身后 这个射恐天赋点满的姑娘最怕的就是这种场合 薛安笑了笑 旋即便将目光看向了那卓本正 你不是要画出却为蓝的画像吗 那就开始吧 听到薛安的提醒 人们这才想起了正事 尤其当知道薛安此来是为了帮助寻找却为蓝而来 这些姑娘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极为迅速地变凑齐了文房四宝 可卓本正却没有急于动笔 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 还有样东西需要准备 否则这种画像是画不出来的 什么东西 见人立即问道 卓本正更尴尬了 红着脸说道 得需要找一件却姑娘的随身之物 而且是越贴身越好 这样我才能将她的画像分毫必现地展现出来 闻听此言 在场的这些姑娘们先是一愣 旋即全都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 这笑容令卓本正更加慌乱了 不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实在是我这种画迹确实需要这个 欠人强忍笑意 卓公子不必解释了 我们都懂 只是您脸红什么呢 却姑娘的贴身之物自然是有的 但也不必脸红吧 说着 她回身对一个小丫鬟耳语了几句 这小丫鬟含笑而去 很快便拿着一只簪子跑了过来 我 这是却姑娘经常佩戴的一只簪子 可以吗 说着 欠人姑娘将簪子递了过去 这卓本正如是重负地长出一口气 当然可以 只是不知怎么回事 她的心里除了释然之外 居然还隐隐地有些失望 当然 这些想法在她握住簪子之后全都荡然无存 只见她深吸一口气 一手握住簪子 一手直画笔 对着一张宣纸便开始笔走龙蛇起来 众人也不敢打扰 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卓本正下笔极快 全无半点思索 很快 宣纸上便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轮廓 而接下来的细节部分 卓本正更是没有丝毫犹豫 若比如非 简直是一气呵成一般 不过展茶光景 一张却围栏的画像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后卓本正手指围颤地放下笔 面色苍白地往后退一步 信不入命 第2731章潜入 静 小院之中静到了极致 直到片刻之后 方才有人以惊叹的语气轻声泥喃道 像 简直是太像了 原因无他 实在是宣纸上的却围栏画得太像了 乃至于都到了鲜豪碧线的地步 在场的这些姑娘们整日跟却围栏相处 可谓手忍至极 可即便是他们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这时薛安也走到了画前 细细端详片刻 然后颇为诧异地看向面色苍白如指的卓本正 好画迹 这并非虚言 而是薛安确实从这张画上看到了些许到的影子 这并不奇怪 当初薛安在诸天修炼之时便知道有一门技法是以画入道的 等修炼到高深境界之后 简直有神鬼莫测之威能 虽然眼下这卓本正的话迹还远达不到那个境界 但已然见了雏形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应该都是卓本正自己琢磨出来的 全无半点雕琢之气 可见其在绘画上的天赋有多么惊人 卓本正脸一红 娜娜道 薛公子 您看看能不能用 薛安笑着点点头 当然能用 因为你这张画不光是将这位雀姑娘的形象画出来了 更厉害的是连她身上那股独特气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就好那就好 卓本正说道 然后便十分期盼地看向薛安 而且不光是她 在场的这些姑娘们更是满脸期待 薛安笑了笑 随手拿起桌上的话 细细端详片刻后便闭上了双眸 与此同时 她那庞大的精神力便如流水般扩散开来 虽然说这里乃是整个林安玉的核心 此刻更有文圣排位这等威能极大的圣物镇压 但这都难不倒薛安 如果说现在将薛安所具有的能力排葛名的话 那么神念将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一 其次才是红莲夜火以及剑道 尤其在继承了行天纳促十万载光阴的经验之后 她的神念更是达到了一个堪称恐怖的地步 虽然现在她的实力不过是先尊 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六品萧继位 可单论神念强度的话 她甚至比之四品大将军都不遑多让 很快 这若大的林安城便被薛安那磅驳的神念所覆盖 在她的神念世界之中 可以清晰感知到天空中有一轮宛弱 浩月般浩瀚威严的存在 那应该就是文圣排位了 除此之外 这偌大的林安城中也不出所料地拥有着大大小小的禁区 其中最大同时也是威势最重的纳的自然要属 位于城中心的城主府了 即便只是通过神念远远地看了一眼 薛安都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 而除了这城主府之外 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禁区 而通过这张画像上的气息 薛安并未在林安城中找到雀为蓝的存在 这点他早有预料 那么不用问 这却为蓝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一就是已经不在这林安城中了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凭他自己不可能逃离得这么快 更何况通过这些姑娘的叙述 薛安知道这却为蓝绝不是那种丢下众人 独自逃亡的人 他极有可能是去找虚高天了 那第二种可能也就跃然而出了 既然在可以探索的公共区域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那么他就只能在城主府或者那些大小不一的神念禁区中了 而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城主府 想到这 薛安唯唯冷笑一声 这城主府的神念结界看似威严浩瀚 坚不可摧 可在他眼中依然充满了漏洞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不管如何强大的结界都必须要有灵气补充 而如城主府这般存在 更是需要不止一条灵脉对他做补充 而从明面上看没有发现这城主府有任何的灵脉痕迹 那么他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于地下的灵脉 想到这 薛安不禁回想起当年在天外天的阴阳家中所遇到的事 当时薛安在月华城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只不过当时的薛安神念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所以他只能通过硬闯的方式进入其中 可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薛安已经有把握通过地下的灵脉侵入城主府 而且他也正想知道这小小的灵安玉 为何会有如此错纵复杂的局势 尤其薛灵安还有薛高天这对父子 更是让他有许多的疑惑 想到这 薛安先睁开眼看向众人 怎么样 卓本正立即问道 欠人以及在场的这些姑娘们亦是满脸焦急 薛安摇了摇头 我搜寻了一下城中 暂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闻听此言 所有人都面现失望之色 不过我接下来打算潜入城主府中看一看 只不过这个过程有些长 所以需要提前告知你们一下 卓本正一经 潜入城主府 这会不会有些太危险了 要知道只是一个虚高天就已经搞得他们焦头烂额了 那城主府中可是还有薛灵安这个老狐狸呢 贸然潜入 岂不是会很危险 是啊 这位公子 虽然我们很想找到雀姑娘 但若是因此让您冒太大风险的话 岂不是害了您 妾儿也言道 薛安笑了笑 放心吧 虽然是城主府 但我还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说着 薛安拿起旁边的椅子 就这样坐在了院中 这一次他的神念轻居首陆的来至城主府前 但并未靠近 而是悄无声息地往地下前去 但刚刚前下去不过三丈多的距离 面前便出现了一层繁密的符文阻隔 对于这点薛安早有预料 这薛灵安也不是傻子 如此重要的命门他绝不会坐视不管 这些能阻隔神念潜入的符传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这根本难不倒薛安 只见他的神念如雾气般散开 然后化为丝丝缕缕好似灵气般的存在 就此轻而易举地穿过了这层符传 整个过程并未引起符传的任何反应 看得出这薛灵安应该对自己的布置 还有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 等穿过去后便是一路坦途 很快 薛安便深入到了地下灵外所交汇而成的网络之中 而后薛安将自身的神念分出一丝 融入了这无数的灵外之中 刹那间 整座灵安城的灵外分布图便在薛安的脑中浮现出来 第2732章真假师图 就见这无数根灵外层层叠压在一起 犹如一颗巨大的心脏连接着上面的灵安城 在这种情况下 想从其中找出连接成祖府结界的那几根灵外谈何容易 可薛安却没有丝毫犹豫 这道神念化身微微一颤 就此化为了蒙蒙雾气 然后散入了这些灵外之中 开始在其中探寻起来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实际做起来却难如登天 若不是薛安在获得了行天传承之后 对自身的神念控制已经达到了如必十指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片刻之后 在这无数灵外的正上方 雾气重新凝聚出薛安的形态 然后他微微轻易一声 因为刚刚通过探寻他并没有找到通往城主府结界的那几根灵外 反而发现在这无数灵外所包裹的核心之中似乎有一道异样的气息 有意思 薛安随即便往这灵外的核心区域走去 越往里面走 灵外的密度就越大 到最后已然盘根错节地连在一起 根本无法存尽 可这难不倒薛安 只见他时不时地化为雾气越过横根于前的灵外 就这样往前行进着 终于 他来至了灵外的核心所在 可这里都被层层光幕所包裹 别说是进入其中 哪怕是神念都无法渗入半点 薛安身出手来 轻轻贴在了这光幕之上 光幕围起涟漪 而从里面所传来的轻微悸动 更是令薛安唯唯一扬眉 开 他猛地抱贺一声 巨大的掌力轰然而出 光幕剧烈闪烁 却依然纹丝不动 薛安松开手 绕着这片光幕走了几步 细细观察之下 目光不由为宁 这片光幕居然是以促条灵外幻化而成 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会如此坚稳牢固 可越是这样 就越是引起薛安的好奇 因为这简直像极了一座牢笼 可在这灵安城下深达数千丈的地底 是谁建造出了这样一座灵外牢笼 里面关押的又会是谁 这些念头在薛安的脑海中闪过 然后他便再次伸出手来 不过这次他不再像上次那样直接以暴力轰击 反而伸出手指轻柔地在光幕上点画起来 每一笔过后 光幕上便会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很快 一枚细腻繁复的符转便出现在了光幕之上 等画完最后一笔之后 薛安掌心暗在符转正中 猛地吐起开生 或一声令下 光滑暴胜 这符转便如炎炎烈日一般 直接将这层光幕融化出了一个大洞 但这光幕乃是灵根锁化 其会轻易地善罢甘休 无数光滑涌到这个洞口之前 试图将其重新填补 可为时已晚 薛安对此早有准备 就在这大洞出现的一刹那 他便分出了一股神念投入其中 这样一来 即便这洞口彻底关闭 也奈何不了薛安 同时还能保全自身 防止贸然进入其中遭遇什么危险 区域间 光幕重新将洞口封闭 可与此同时 薛安的那股神念已然穿过洞口 进入了其中 率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黑暗 这是一种连一丝光线也无的极致黑暗 然后便是静 犹如整个宇宙都已然死去的绝对死即 薛安的这道神念站在黑暗之中 目不能是 心中却无多少慌乱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那道奇异的气息就隐藏在这黑暗之中 果然 就在片刻之后 就听黑暗之中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 被囚禁在此这么多年无人问津 我甚至以为他已经把我忘了 谢天谢地 终于还是让我等到了这一天 说吧 那个家伙让你来干什么 是不是准备对我下手了 随着话音 两道光亮在黑暗之中亮起 并微微闪烁不定 薛安没明白这个声音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他没有慌乱 只是审声道 你说的这个他是谁 还有你又是谁 咦 你不是他派过来的 这声音有些惊恶 当然不是 我只是恰巧路过这里 然后便进来看看罢了 薛安淡淡道 黑暗之中些是沉默了许久 就到薛安甚至以为这个声音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黑暗之中才传来了一阵大小之声 哈哈哈哈天可怜见 我徐灵安在此苦受煎熬这么多年 终于让我等到可以出去的机会了 薛安浑身俱阵 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绝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名字 屈灵安 这个声音自称薛灵安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正当他惊疑之时 黑暗之中一团火光亮起 照亮了一个人 一个白发苍苍 皱纹堆垒并且骨瘦如柴的老者 只见他盘膝坐在黑暗之中 正目光炯炯的看着薛安 别看着老者奇瘦无比 一双眸子却是亮得骇人 薛安终于知道刚刚那两道闪烁不定的光亮是什么了 那居然是这个老者眸中的目光 娃娃 你是不是有很多疑惑想要问我 老者笑着言道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呵呵 放心吧 我会将你所疑惑的事一一告诉给你 但前提是你的先告诉我你是怎么进来的 说到这 这老者眸中光滑更盛 薛安深深看了他一眼 旋即便将事情的经过大概讲述了一遍 当听说他是为帮助他人寻找失踪的姑娘 而潜入这地下灵外之中 这老者的脸上忽然现出很复杂的神情 有悲悯有无奈 但更多的还是愤怒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啊 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孽图依然是如此的肆意妄为 老者咬牙切齿的言道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个奇怪的老者发泄心中的愤怒 直到他终于安静下来后方才沉声问道 你刚刚说你叫虚灵安 没错 老夫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正是灵安玉的玉主 虚灵安 可问题是现在灵安城的城主府中就有一位虚灵安 所以这又是怎么回事 薛安问出了心中最大的一个疑惑 老者苦涩一笑 原因很简单 我是真正的虚灵安 而现在城主府的那个 是假的 假的 薛安唯唯一震 没错 确切地说 他是我的徒弟 卫装成了我的模样 第2733章其中密星 接下来通过这名老者的叙述 薛安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梗概 原来这老者确实便是当初的灵安玉玉主虚灵安 而现如今城主府的那的则是他的徒弟 名叫施昌 这虚灵安当年在成功晋级大将军之后便入主这片灵安玉 那时候的灵安玉比现在还要荒凉 而且盗麦凋零 文风着臂 可谓不谋之地 可在这虚灵安入主之后 大兴盗麦 重整文风 很快便将这灵安玉智里的欣欣向荣 不光如此 虚灵安还从民间挑选出众多有天赋有资质的孩子加以培养 并最终从中选出了几名天赋卓绝的少年收位了弟子 这诗昌便是其中之一 而且还是天赋最好的那的 虚灵安对其意识关怀有加 悉心培养之下 这诗昌的修为可谓一日千里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 那将是一个师徒和睦共同治理一遇土地的美好故事 可令虚灵安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个自己悉心培养的好徒弟 居然会在背后给予自己致命一击 那还是在师昌刚刚正到五品多位的时候 虚灵安为自己徒人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并且在仪式上便讲明了 自己以后会将这灵安玉交给师昌 可谁也没想到 就在这一场盛宴结束后的晚上 师昌偷偷潜入了夜已喝的 鸣鼎大醉的虚灵安的房间之中 直接对其下了毒手 听到这 薛安唯唯一扬眉 不对 既然那时候的他不过才刚刚正到五品多位 而你却是堂堂四品大将军 就算是他出其不意的偷袭 也不可能奈何得了你吧 这老者文言苦笑一声 你说的很多 可这个狼子野心的家伙不知道 从哪搞来一枚三品上将军印 直接将我的修为都给镇压了 薛安的目光微微闪烁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苏醒过来 当发现所处的境地之后 不由对这师昌破口大骂 可当时这师昌只是笑盈盈地听着 直到我骂累了 他才冷笑道 师父 说别的都已经晚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成王败寇的世界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培养 但你的思想已经跟不上这个世界了 这是他的原话 薛安皱眉问道 是他的原话 继续往下说 后面我痛心疾首地质问他 我已经准备将这林安玉都交给他 他为何还要这么着急 他沉默片刻之后才缓缓言道 我也是身不由己 身不由矣 薛安轻声叨念了一遍 而这老者的情绪则变得越发激动起来 当时我简直是怒不可遏 认为这都是他的托词 我当时问他 就算你将我杀了又能怎样 那林安玉乃是我一手打造出来的 我突然死去 肯定会引来四方震动 当时才只是无品都为的 他是绝对镇压不住的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诗昌冷笑一声对我说道 这就不劳我费心了 既然我这么做 那就一定有这个把握 说着 老者顿了顿 眼中现出了一抹恐惧的光彩 他的面容和体型变迅速变幻 最终变得跟我一般无二 甚至连言语气质都模仿得唯妙唯肖 而后他得意地问我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瞒天过海呢 说到这 这老者的言语和表情终满是悲凉之色 于是你就被他关进了这里 缺安问道 这老者点了点头 没错 缺安皱着眉头在黑暗之中走了几步 这老者静静地看着 终于忍不住问道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那个孽章是怎么处理后面的事的 要知道除了他之外 我可是还叫出了许多徒弟的 那些人呢 缺安停下脚步 轻叹道 其实你早该想到的 既然他这么做 那么你觉得你那些徒弟或者说知道当年这些事的人还能活着麻 老者沉默了 正如薛安所言 他心中其实跟明镜一样 知道那些人绝不可能幸免了 但他还是一直抱有一丝希望 只是现在 希望破灭了 与此同时 薛安却十分严肃地看向这的老者 通过你的叙述 我发现里面有三个很关键的问题 哪三个问题 这是昌乃是你自幼培养起来的弟子 最开始的时候他的性情如何 堪称忠厚老实 那么后面他又为何性情大变 突然事实夺权 因为你也说过 当时你都当众宣布要将林安玉交给他了 明明可以堂而皇之拿到手的权利 他又为何如此猴急地通过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夺取呢 老者也陷入了迷茫之中 是啊 这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不通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镇压你的那枚三品上将军印是怎么获得的 后面他变做你的模样 这等秘法又是谁叫给他的呢 老者脸上的迷茫之色更盛 第三个问题 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既然他都这么做了 血安深深看了他一眼 他又为何不杀掉你 反而将你关到了地底牢笼之中呢 老者摇头苦笑 年轻人 你果然心思敏锐 这几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 你却只是听了一遍便能总结出来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真正的答案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吧 说吧 这老者又将目光看向了薛安 年轻人 你为了寻找那的姑娘而来 恰巧遇到我也是缘分 但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句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诗唱 此人能在短短时间内成就大将军之位就足以证明他的恐怖 所以你试图潜入城主府中的这个计划还是不要去做了 薛安笑了笑 不好意思 你说晚了 就在刚刚这道薛安的分身跟着老者对话的时候 外界的薛安也没闲着 他终于从一团乱麻式的林外中找出了通往城主府结界的簇根林外 然后便又一次分出神念潜入其中 整个过程进行的异常顺利 没有惊动任何人 最终便成功抵达了城主府 而在此刻城主府中的宴会厅中一片歌舞升平热闹景象 第2734章弹琴助兴 弦断有谁听 宴会厅中坐在上手正中间的是那位青牛大如唐正 薛林安在旁相陪 再往下坐着的自然便是那未尝公子虚高天了 不过他好像并不太喜欢这样的场合 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面容也十分冷峻 屈林安却是满脸笑容的平平举杯 言语中颇多恭维之意 对此唐正只是淡淡一笑 并未有过多的表示 正在这时 就听宴会厅的入口处传来一阵环沛叮当之声 然后云林轩和那个小丫鬟团人便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当他们二人出现在宴会厅中后立即吸引来无数的目光 尤其走在前面的云林轩 一身白衣圣雪 而且气质高洁 真好似空谷幽兰一般 见到他 本来坐在正位的唐正立即欠身离坐 脸上的笑容也变得真诚了许多 原来是楼外楼的云姑娘 好久不见 作为起司师舍的大如 他自然是认得云林轩的 实际上他此次之所以能被薛林安请动 新生来自这偏远之地主持一场文会 很大原因上也是来自于这位云林轩 而在见到唐正之后 云林轩却没有表现出多少激动之色 只是浅浅汗手 原来是唐夫子 听到这个称呼 再加上云林轩那句人鱼千里之外的语气 唐正的眼中现出一抹黯然之色 但这抹光芒一闪而逝 玄疾他便笑道 云姑娘实在太客气了 你我相识已久 这夫子之称还是不要提了 若您不嫌弃的话 就喊我子安吧 唐正次子安 但这个称呼景线关系极好之人才能使用 现在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云林轩提起 用意简直在明显不过 可云林轩却明显不买他的账 唐夫子说笑了 我云林轩和的何能感知呼您的婊子 文听此言 唐正虽然依旧在笑 但笑容中已然多了极许苦涩 正在这尴尬时刻 就见这须林安站起身来笑道 唐夫子 早就听闻云姑娘的情迹天下无双 今天难得聚到一起 不如让云姑娘为我们弹奏一曲 也算是为您接风洗尘了 您看如何 唐正没有当即回应他的话 反而用探寻的目光看向了云林轩 云林轩神情淡然 团人 拿情来 赤 小姐 团人立即将随身的包裹打开 然后有人搬来捉椅 云林轩将包裹中的古情取出 轻轻放在了桌上 见此情景 在场之人不禁全都屏息宁神 因为哪怕是偏拘异于的他们也曾听起过这位云姑娘的大名 尤其他那一首琴祭可谓出神入化 有天音之美誉 所以当见到他准备弹琴之后 众人的脸上不由全都浮现出了期待之色 唐正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作为亲自见识过云林轩琴祭的他 比任何人都要期待接下来的演奏 但除了期待之外 他的眼中隐隐还有一丝不安 因为眼下这个场合实在有些尴尬 就仿佛自己这些人是在以权势压迫这位云林轩弹琴祭性一样 这让他的心中有了一种唐图佳人的负罪感 而此刻场中还有一个人怀揣着其他的想法 那就是这位虚高天 只见他死死冰着对面这个白衣如雪的云林轩 心中的战友欲正在疯狂滋生蔓延 从小到大 他想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 女人更是如此 唯独在这个云林轩身上 他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 想到这 虚高天脸上的笑容渐朗 就在这时 云林轩牵手轻拨 又扬素雅的情音随即破壳而出 刹时间 在场众人就仿佛置身于高山之中 面前一条溪水流淌而过 带来清脆的水声 不知不觉间 众人的脸上便都浮现出迷醉之色 因为这情音带给人的感受实在太美了 由此也可看出云林轩的情绩有多么惊世骇俗 仅仅只是从容优雅的及格波谈 便带领众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唐正更是满脸迷醉地坐在椅子上 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 可就在这时 本来优扬婉转的情音突然画风一转 变得狂暴起来 刹那间 众人被从高山流水的优雅中带至了狂风奏雨的大海之上 那情音密集如古典 消极在每个人的心头之上 性质稍弱之人脸上便浮现出金黄之色 哪怕是唐正都不经为之一争 因为他还从未听过云林轩弹奏这种曲子 就仿佛饱含着无限的怒气一样 声带沙发地轰击着每个人的耳朵 怎么回事 莫非这段时间云姑娘经历了什么 恋极此处 唐正不禁豁然抬眸看向了云林轩 此时的云林轩韵止如飞 面色却十分苍白 唯有一双眼眸越来越亮 唐正心头一紧 刚想出言阻止 也就是在这时 一声叹息在众人的耳畔响起 然后传来一个略带感叹的声音 何必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呢 此言一出 伴随着争的一声琴弦断裂声 情音戛然而止 再看云林轩 面色苍白如止 先若萧葱般的手指上更是缓缓 躺落下了几滴鲜血 打在这骨琴之上 立即便渗入了其中 身后的小丫鬟团二也被这一幕吓到了 小姐 这云林轩却根本没有理会这么多 豁然起身 不顾险些被掀翻的骨琴 直接冲到了宴会厅门口楚 这时唐正还有虚林安也随即冲了过来 刚刚那声叹息他们自然也听到了 可当到了门口楚后却发现门外空无一人 去林安的面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立即封锁城主府 全面搜查入侵者 说吧 他冲唐正义拱手 唐夫子 实在不好意思 第一场晚宴就让您见笑了 我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 敢潜入我的城主府 说吧 他转身便领着虚高天等人离开了 刹时间 宴会厅就空了大半 唐正痴痴地看着呆立在门口的云林轩 然后目光停留在他那双受伤的手上 那完美无缺 好似造物主杰作的一双手上赫然出现了几道浅浅的伤痕 唐正心疼的就仿佛这伤痕刻在了自己的脑门上一样 立即上前一步道 云公养 你的手 第2735章满腹心事 更与何人说 云林轩立即握住双手遮住伤痕 然后深吸一口气 轻声道 有劳唐夫子费心了 我没事 只是有些累了 告辞 说吧 云林轩迈不离去 团人回头看了一眼满脸难过的唐正 微微叹了口气 玄机便也快步离开了 请客间 偌大的宴会厅就剩下了唐正一个人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 两久之后方才失魂落魄地离去了 等回到自己所住的房间之后 云林轩呆坐在窗前 半晌无语 团人小心翼翼地将那段了弦的古琴放在桌上 然后满是心疼地说道 小姐 云林轩转过头来看向团人 团人浑身一颤 因为他还从未见过小姐的这个眼神 迷茫畅往还有哀伤混在一起 令人不知如何应对 小姐 团人又喊了一声 云林轩嘴角渐渐扬起 绽放出了一个璀璨的笑颜 团人 你看到了麻 行弦断了 说着云林轩的眼泪夺眶而出 见到他哭 团人的眼泪便也止不住了 是啊 情弦断了 小姐你的苦终于要受够了 主仆二人之所以如此激动 完全是因为当年教会云林轩弹琴 并传给他这架古琴的师父曾说过一句话 打天这古琴上的情弦突然断开 也就意味着云林轩所苦求之事终于有了希望 为了等到这一天 云林轩尝尽了各种苦头都不得其果 没想到却在今天 在这个偏剧异域的林安玉中做到了 主仆二人哭了一会 然后团人擦干眼泪 十分开心地说道 小姐 不要哭了 我们受了这么多苦都过来了 现在就更不应该哭了 云林轩点了点头 然后也擦去了眼角的泪珠 团人这时有些疑惑地说道 小姐 你觉没觉得那得在咱们耳畔说话的声音 有些耳熟呢 云林轩迟一片刻 细细回想了一下 然后点头 确实有点 我就一直觉得有些耳熟 可不管怎么想都想不起在哪听过了 团人急得抓耳挠塞 看着他那副搞怪的模样 云林轩扑齿一乐 心中确实一暖 因为他知道这肯定是团人 故意这样做的 为的就是逗自己开心 不管是谁 既然情弦断开 那就证明我们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 而且我相信 这一天应该很快就会到来了 云林轩辰声言道 嗯嗯 团人重重点头 而也就是在同一时刻的地下 薛安缓缓收回神念 然后如法炮制 打开了面前的这片光雾 等薛安这两道神念分身融为一体后 这老者方才从正恶中心醒过来 然后苦笑言道 原来如此 你这神念强度真乃我生平所谨见 怪不得你敢孤身一人涉险 薛安笑了笑 心中却还在回忆刚刚在城主府中所见到的一切 在成功潜入城主府后 他的神念于瞬间便看遍了整个城主府 可他并未发现那却为蓝的蛛丝马迹 那也就是说这却为蓝并未被薛林安父子所擒获 那他又去哪了呢 同时薛安还想起宴会厅中所传来的琴声 那里面所蕴含的绝望和愤怒令薛安都为之动容 而弹奏者正是那位曾在仁安城见过一面的云林轩 于是薛安才出言阻止 一是为了断掉他的这番演奏 毕竟照这么谈下去对他的身体将造成极大的损害 二则是为了向薛林安等人示威 毕竟自己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潜入了城主府 这其中的挑衅意味不言而明 如果没猜错的话 现在的城主府已经翻天了吧 却安心中想到 然后将目光看向了这老者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老者苦笑一声 我能有什么打算 若是没遇到你的话 我已经准备老死在这里了 但既然遇到了你 那我自然要为当年的事做个了结 说到这 老者的面色变得严肃起来 我想求你一件事 先说来听听 薛安淡淡道 我当年其实也曾留下了一招后手 就是在城主府中留下了一个谁都不会注意的人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这师昌就算再如何穷凶极恶也不可能对这个人下手 所以我想求你带我去见这个人 哦 薛安唯唯一扬眉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那师昌为何不会对他有防备老者笑了笑 因为这个人乃是个太监 要知道六根不全已经注定了这些人的修行上限 再加上我当年的一番布置 所以这师昌绝不会怀疑他是我的人 薛安点了点头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便带你离开这里 接下来就简单了 薛安倾居首陆地打开光幕阻隔 带着这老者便离开了这座 困了他许多岁月的牢笼 而后薛安以一缕神念牵引 带着他便往地面飞去 数千丈的距离不过眨眼极致 二人很快便冲出地面 等来到高空之后 薛安审声道 你且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看着脚下这座阔别已久的城市 这老者有些激动 两久之后才平复下胸中的气血 抬手一直远处的某个方向 就是那里 薛安也不答话 带着他瞬间便飞至了他所指的那个方向 这里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小院 见到这小院之后 薛安不禁唯唯一扬眉 因为他发现这小院居然便是之前以神念探寻时发现的极处境地之一 而在见到这小院之后 老者脸上的神情越发复杂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当初留下的这的后手还有没有用 毕竟过去了这么久 天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 可是已至此 他也只能冒险一世 想到这 他深吸一口气 冲一旁的薛安一点头 然后便在手里轻轻写下一道符传 代写完之后直接按在了地上 这符传很简单 按在地上之后也没发生任何异状 可就在同一时刻 一道肉眼看不见的波动迅速扩散开来 并传进了这座小院之中 薛安自然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就这么简单 嗯 这是我当年跟他约定好的暗号 只要感受到这股波动就意味着我回来了 接下来 就要等等看他会不会出来了 第2736章信不入命 实际上薛安和这老者根本没等多长时间 这小院的门便被人硬生生撞开了 然后一道胖术的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冲来 等来至这老者进前之后 这身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悉行爬至老者进前 以头触地 大人 这名胖太监仅仅只是喊出了这两个字 后面的话便耿在了咽喉之中 见此情景 老者的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欣慰的神色 无碍 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这个约定 大人的蹲蹲教诽 属下阴感忘怀 实不相瞒 这些年来 属下一直等的就是这一天 说着 这胖太监抬起头来 满是泪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坚毅之色 大人 您当年突然消失 是不是这失昌稿的鬼 老者点了点头 叹息道 除了他还能有谁 果然是这样 无碍咬牙道 怪不得当初您会消失的那么不着痕迹 我消失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 老者或者说真正的虚灵安这时候问道 无碍苦笑一生 还能发生什么 这个失昌处心积虑 臣服可谓极深 当时您在消失之后 他卫装成了您的样子 骗过了几乎所有人 即便是您手下的那些徒弟都被他瞒过去了 认为他就是您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用了不到两年光景便以各种理由将您的那些徒弟细节消灭 闻听此言 尽管这真正的虚灵安早有心理准备 脸上还是浮现出了难过之色 可惜了这些好孩子啊 叹息片刻后 他沉声问道 你可曾曝露 无碍摇了摇头 我仅遵您的教诲 除非有这手印现世 否则绝不会轻举妄动 因此当我发现成主府中的那个人根本不是您后 虽然心中震动 但表面上还是假装成根本不知情的样子 从而成功地瞒过了这诗昌 后面我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他的信任 现在我已经是成主府的首席大管家了 做得好 真须临安集结赞叹 然后忍不住感叹道 当初我留下你这招后手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 只是出于习惯性的谨慎而已 却没想到就是这一招后手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无碍恭恭敬敬地起身 大人 这里不是讲话之所 还请进院中来 这里安全麻 真须临安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 下意识地问道 还没等无碍说话 一旁沉默了半天没有吭声的薛安突然言道 放心吧 这里至少不会是施昌等人的据点 说着 他看向这名无碍 唯唯一笑道 没想到却为难会藏在你这里 实际上这无碍早就注意到了站在一旁的薛安 但出于对真须临安的尊敬 他一直没敢问 可当薛安说出这番话后 他唯唯一震 玄机想到了一件事 不由脱口而出道 灵就是前几天在万花楼中让须高天吃别的那未卓本正 当初发生的这些事他都已经听却为难说过了 不禁问道 薛安笑着摇摇头 并不是 但我是受那几位朋友所托 前来寻找这位却姑娘了 走吧 进里面说话 这真须临安对薛安可谓幸福至极 既然他说里面安全 那就绝不会有危险 所以迫不及待地说道 一行三人进入小院之中后 走在最后的无碍随手关上了门 而后这座小院便又一次成为了神室的禁区 与此同时 这却为难正心神不住地站在院中 刚刚无碍突然十分激动地冲出小院 这一举洞下坏了却为难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虚高天的人找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立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掏出随身的匕首开始屏息以待 若真是虚高天的人 那自己拼死也要反抗 哪怕是自裁当场也绝不能落入虚高天的手中 可当看到无碍陪着一老一勺两个人走进院中后 他那本来寻找的一颗心不由稍稍放了下来 看样子应该不是虚高天的人 那他们又是谁呢 正自疑惑之时 就见那个好看的不像话的白衣少年冲自己唯唯一笑 却为难 却为难轻轻一阵 你认识我 万花楼的头牌 谁又能不认的呢 却安寒笑言道 我是受卓本正还有欠仁姑娘等人 所拖特意钱来寻找你的 听到卓本正还有欠仁姑娘这几个名字 却为难嘴巴为张 玄机有些黯然地垂下眼眸 是我让卓公子他们费心了 却安笑了笑 然后对真虚灵安还有无碍说道 现在的我只是一句神念分身 真正的我还在着本正他们那 你等先在此等候 我回去之后过不了多久便带他们过来 文听此言 无碍还没什么 这真虚灵安却被吓得不轻 因为刚刚薛安所表现出的手段 已然超出了他这个阶段所应有的实力 尤其那匪夷所思的神念强度 更是令这真虚灵安叹为观止 可没想到这仅仅只是薛安的一句分身而已 他的本体根本就没来 那他的本体的强到什么程度 真虚灵安正自惊恶 薛安的身形迅速淡化 然后化为了无形 与此同时 在那小院之中 薛安缓缓睁开了眼睛 率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众人那焦急等待的目光 要知道从薛安入定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足足两个多时辰 这么长的时间自然让众人等得既新焦又害怕 按理说就算去探寻成竹府也不可能用这么长的时间啊 莫非出了什么意外 这个念头令很多人心情沉重 任宁一言不发地坐到薛安的身旁 似乎要守着他醒来一样 就在气氛越发压抑之时 薛安终于睁开了双眸 这下 所有人都不由长出了一口气 一直紧紧抓住薛安一脚的任宁也随之松开了手 怎么样 卓本正满脸稀奇地问道 薛安淡淡一笑 幸不入命 刹时间所有人都面露喜色 倩人以及众多姑娘们更是十分激动地冲薛安恋任一礼 多谢公子第2737章线杀人也 卓本正上前一步 那却姑娘现在在什么地方 城主府麻 薛安摇了摇头 并没有 我是在一位您叫吴爱的人那找到的他 听到吴爱这个名字 站在卓本正身后的吴子张浑身一阵 我家伯父 没错 这吴爱正是吴子张之前说过的 他们家族在林安城城主府中的那的清晰 文听此言 韩伯超瞪大了双眼 李清晰 吴子张苦笑着点点头 没错 虽然这位伯父从我既是起就不曾回去过 但我不止一次的听父辈们提起过他 说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 在这林安城中也颇受重用 这次来林安城参加文会 家族也提前告诉了我他的地址 让我到了之后前去投奔 结果却被我给弄丢了 至此 所有的细节全部对上 缺安站起身来 淡淡道 走吧 我带你们去那见各自想见的人 怎么去 咱们这么多人一起行动的话 目标会不会很大 最为老诚实重的姚雅超不禁问道 缺安笑了笑 你们闭上眼睛 虽然不知道缺安想干什么 但众人还是一言闭上了眼睛 然后就感觉面前刮过了一阵清风 好了 众人不明所以 可当睁开眼睛后 却是浑身一阵 因为眼前已经不再是那片贫民窟 而是一座规整的小院 院中站着的不是 却为蓝又是谁 却姑娘 欠人等人立即赶了过来 这却为蓝也没想到 薛安会回来得这么快 先是一愣 玄机便绽放出了璀璨的笑颜 却姑娘 你这脸是怎么了 有姑娘惊恶道 因为此刻的却为蓝 左脸之上用绷带包扎着 没什么 受了点小伤而已 说话间 他深吸一口气 静止走向了卓本正 见到这一幕 众人全都逝去地让开一条道路 带走到卓本正面前后 却为蓝停住脚步 轻轻一掠耳边的并法 却什么都没说 卓本正手足无措地站在那 脸红得好像火烧一样 两久之后 却为蓝方才轻声道 卓公子 嗯 你喜欢我吗 嗯 啊 卓本正做梦也没想到 却为蓝会这么问 不禁被吓了一跳 我说 你喜欢我吗 却为蓝大声问道 这句气势不凡的问话 让小院都为之安静下来 许多人含笑看着这一幕 卓本正脸红的都让人担心 他会不会因为过于羞难而晕过去 我 我 我了半天却没我出各所以然来 众人全都面现焦急之色 却为蓝目中的光华更是随之渐渐熄灭 我知道了 切身朴柳之姿 又沦落风尘 自知配不上公子 请恕我刚刚冒昧了 说吧 他转身就要离开 人们都沉默了 谁都知道以这却为蓝的脾气 若是转过身去 那就再无可能了 哪怕是之前十分不赞同这段感情的姚亚超 此刻都不禁暗叹一声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略带战斗的声音传来 在下喜欢姑娘 而且是从第一眼见到您就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 闻听此言 即将转身离去的却为蓝身形将柱 然后缓缓回过身来 就见卓本正正满脸郑重之色的看着他 可是我沦落风尘 卓本正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的话 那又如何 而且这又不是姑娘你自己愿意如此的 我想您一定有着自己的为难之处 所以 卓本正深吸一口气 不管什么事 我都想跟您一起承担 哪怕前路再如何险阻 我都无悔 听到卓本正的这番话 却为蓝双眸之中渐渐燃起了一团火焰 那是名为爱与希望的火焰 那你刚才为何那那而不敢言呢 卓为蓝嘴角为敏 心声问道 卓本正苦笑一声 那是因为我怕姑娘嫌弃在下唐突鲁莽啊 卓为蓝渐渐绽放出一个璀璨的笑颜 然后冲卓本正一勾手 你过来 卓本正不明所以 脉步走到了卓为蓝近前 姑娘 怎么了 话音未落 卓为蓝一把勾住了他的脖颈 然后垫起脚来便吻在了他的嘴上 刹那间 卓本正的大脑一片空白 而全场也在唯唯一愣之后 爆发出了欢呼跟口哨声 吴子张以及韩伯超摇哑超三人巴掌都要拍肿了 满脸艳羡的看着自己的兄弟 还得是卓兄啊 离家亲礼来参加文会 可文会还没开始呢便先拐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 真是献杀人也 至于欠人姑娘等人亦是满脸欢喜 但同时许多人的眼中还泛起了泪光 那是看到卓为蓝的遭遇后再联想到自身的哀丸与悲伤 卓为蓝能遇到卓本正这样的君子 那是他的运气好 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正当这些姑娘们心中五味杂陈之时 在一通忘情的热吻之后 卓为蓝终于松开嘴巴 此时的卓本正已经被轻晕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 又干了些什么 卓为蓝伸出手指在自己的红唇上点了一下 然后十分有成就感地摁在卓本正的额头上 卓姑娘 这是做什么 卓为蓝笑嘻嘻地言道 这是个印记 代表着从此以后你就是老娘的人了 卓本正简直是哭笑不得 卓姑娘 你还叫卓姑娘吗 卓为蓝悠悠道 那叫我卓蓝 嗯 卓蓝 就在这二人开始旁若无人的虐狗之时 在临安城外 细子武俊抬起头来看着天空中悬浮着的那方文圣牌位 淡淡道 看来起思失射的人已经来了 一旁的男子端目光审声道 他们动作倒是挺快 这文圣牌位早早地变树立起来了 然后看向武俊 怎么样 准备得如何 武俊默然片刻 而后手边便出现了一方小小的漩涡 端目光 目光一闪 点了点头 我也没问题 走吧 冤有头债有主 师父当年的恩怨 是时候做得了结了 武俊淡淡道 嗯 二人迈步走入了临安城 而也就是在同一时刻 在那无数辆赶往临安城的车马之中 有一辆从仁安城发出的车碾 此刻 车碾中的任性正双目垂泪的呆坐在那 完全不知自己的命运将通往何处 第2738章文会召开 就在这纷乱中 时间终于来至了文会召开的这一天 此时 临安城内的各大客栈早已爆满 来的不光是参加文会的学子 还有过来看热闹的闲人 所以不等天光亮起 在那特意建造而成的文会阁前便已经挤满了人 说起来这位驾驶林安也就是师昌为了壮大这次文会的声势 真可谓煞费苦心 这座文会阁就是为此次文会特意建造而成的 其其实辉鸿自不必说 关键他所处的位置还十分冲耀 就坐落在城主府一侧的空地之上 其主体建筑乃是一座高有百丈的楼宇 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之能事 而在楼前的广场之上更是悬挂着几块巨大的水径 届时等文会开启之后这几块水径便会有专人负责 实施转播文会的情况 此刻 偌大的广场上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 人群熙熙攘攘 喧嚣沸沸腾 讨讨的全都是关于此次文会的事 泽泽 说起来咱们林安玉已经好久没有举办过这等盛事了 听说这次连中州大玉的那位云林轩云姑娘都给请来了 何止啊 没见天上漂浮的那块文圣牌为麻 这次连起司施社都派出了一位顶级大儒 可见这次文会的规格之高 真是没想到咱们这偏远周域也能有举办如此高规格文会的一天 要不还得是老城主呢 虽然少城主顽固了些 但老城主在大事上可是一点都不糊涂 文听此言 旁边有人冷笑一声 行了 谁不知道这次的文会是怎么回事啊 老城主摆明了是要捧自己的儿子出头的 所谓的文会不过是走隔过场罢了 应该不会吧 尤其司施舌的大儒在此镇守 老城主就算厉害也不可能暗中搞鬼吧 呵呵 且看着吧 反正我不相信老城主会为了一场文会 煞费苦心地造下这么大的声势 人们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而也就是在这时 就见广场上悬挂的那几块水晶泛起了朦胧的光滑 这光滑一出 场中瞬间就安静下来 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代表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果然 本来朦胧的光滑开始迅速清晰 然后就见水晶中线出了文会跟里面的景象 此时会场早已布置完成 率先入场的便是有资格参加这场文会的学子们 就见这些来自林安玉各处的学子们鱼贯而入 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意气风发之色 因为不管怎么说 他们这群人今天都算是露脸了 哪怕在接下来的文会上的不了什么好名次 但好歹也算是在这么多人面前露了露脸 这对于虚荣心爆棚的这些学子们简直就是最大的激励 至少此刻的他们 知道油水晶正在直播自己的一举一动 因此全都竭尽全力地展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来 每个人的言谈举止都彬彬有礼 竟显温文尔雅的学子风范 毕竟谁也不知道在水晶下观看的都是些什么人 自己若是表现好的话 没准能被哪个姑娘给看上呢 而就在这一片堪称虚伪的氛围之中 有几个人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会场之中 卓本正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 不禁有些紧张 旁边女扮男装 并带着大大的文士帽将自己的面容都给遮蔽了大半的 却为蓝似乎是察觉到了她的紧张 不禁轻轻地握了一下她的手 卓本正转头看去 却为蓝冲她微微一笑 不知怎的 当看到却为蓝脸上那明媚的笑容后 卓本正心中大定 之前的紧张和慌乱一扫而空 坚定地便往会场角落而去 其实在今天之前 她也不确定自己还要不要参加这场文会 毕竟自己可是已经得罪了虚高天 而在这临安城中 得罪谁都可以 唯独不能得罪这未顽固高粱 更何况却为蓝更是对她进行了一次刺杀 两相叠加之下 他们最明知的选择应该是尽早离开这座城市 而不是参加什么文会 之前他们四人中最为老诚实重的姚亚超就是这样想的 可很快 他们四人便全都改变了主意 因为薛安说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们 你们觉得逃出临安城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这虚高天身为整个临安玉的少主 只要你们还身处临安玉之中 就不可能逃离她的控制 现在这临安城有文胜牌位的压制 她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如果你们敢离开这临安城 信不信前脚你们刚踏出去 后脚就会有人追杀你们 这番话令卓本正等人的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那以薛公子您的看法呢 当时薛安淡淡一笑 只是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有时候如果问题十分棘手 解决不了的话 那就直接解决造成问题的人 就是在几句话的劝说下 他们四人终于决定参加吻会 至于这却为蓝则是因为 实在放心不下自己刚刚找到的情郎 所以特意乔装改办 陪着一起来的 其实在她心中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她实在想看看薛安 到底是如何解决造成问题的虚高天父子的 他们一行五人入场之后 十分低调地坐到了会场的角落之中 并未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可会场之中还是有人注意到了他们 同样直服隐身于角落之中的细子 吴俊面色冷峻地看着 对面角落中的卓本正几人 这几个人有古怪 断目光点了点头 我也看出来了 跟在领头男子身旁的那个人 应该是个装扮成男子的女人 我说的不是这个 吴俊摇了摇头 此次文汇并不禁止女子参加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女扮男装 更何况他还戴着一个将自己的脸都给这臂大半的帽子 可见他根本不想被人看到 你的意思是 这群人也有所图谋 断目光时宜道 我不知道 只是这几人的状态不太对劲而已 但会要对他们多加留意 以防对咱们的行动造成阻碍 毕竟 吴俊顿了顿 脸上现出一抹决绝之色 咱们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要确保万无一失 明白 断目光沉声应道 第2739章填步之尺 正在这时 会场的入口处一阵大花 然后便见须林安以及须高天这父子二人 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见到这对父子 本来潜伏在角落之中的吴俊眼中闪过了一抹刻骨的仇恨 但这抹仇恨的光芒消失的极快 然后吴俊便将头伸伸低了下去 与此同时 这本来满脸笑容的须林安四游所叫的转过头来 将目光投向了吴俊所在的角落 刚刚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 虽然这感觉稍纵即逝 但他是何等人物 还是敏锐的感知到了 可等看过去的时候 却见这里一片平静祥和 没有丝毫的异样 屈于林安或者说这位施昌为不可查的一皱眉 身后的徐高天察觉到了不对劲 不禁低声问道 父亲 怎么了 施昌摇了摇头 没事 走吧 说着 施昌领着自己的儿子大步走到了会场的高台之上 这是特意设置出来的贵宾席位 所以此刻这里的作者聊聊 当施昌父子二人到来后 这里的人全都欠身离坐 以示欢迎 城主 见过城主 是昌满脸温和笑意的往下压了压手 不必多礼 大家都坐下吧 众人这才归坐 这时的会场越发热闹起来 当确定刚刚那骇人心魄的威压已经彻底消失不见后 武俊方才深吸一口气 缓缓抬起头来 好强的威压 好敏锐的感知 若不是我刚刚见机的快 可能现在就已经曝露了 他轻声呢难道 断目光的面色意识有些苍白 没错 只是一个为不足道的念头就能被其所察觉 这个老贼这么多年没见 实力又有精进 你怕了 武俊淡淡道 闻听此言 端目光的脸上瞬间泛起了愤怒的嘲红 低声道 从我跟你踏上为师父报仇的这条路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于度外 何谈怕这一次 我只是担心这老贼的感知如此敏锐 待会动手的时候会不会被他给逃脱了 武俊看了愤怒的端目光一眼 倾笑一声 放心吧 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就算这老贼比尼秋还滑 今天也休想逃走 而也就是在这时 场中突然掀起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喧哗 许多人更是浅身离坐 垫脚深薄地往里看去 之所以会如此激动 完全是因为此刻入场的乃是天下无数学子们心中共同的女神 正是出身楼外楼 以一手出神入化的情迹震动天下 有女中魁首之称的云林轩 就见此刻的云林轩 一袭不染仙尘的白衣 鸟鸟停停而来 行动间那股安静典雅的气质令所见者无不屏息宁神 生怕在唐图了家人 而在他身后紧随着的则是起思失射的那位青牛大如唐正 只见此刻的他 眼中也时不时地闪过一抹恍惚之色 因为今天的云林轩可谓立光四射 风采更甚往昔 这让本就对其情根深种的唐正更是为之迷醉 这种恍惚一直到登上文会高台才算稍稍缓解 与此同时 诗昌满脸堆笑地站起身来 云姑娘今日这身装扮真可谓是燕金四座 果然不愧是楼外楼的看家人 云林轩只是微微一欠身 续承主谬赞了 快请坐 诗昌侧身让座 可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她所让的位置正好在虚高天身旁 今天同样装扮一心 手摇折扇 俨然一副文师打扮的虚高天剑状微微一笑 只是这笑容怎么看怎么令人不寒而栗 云林轩略一迟疑 正在这时 唐正审声道 云姑娘 你还是坐在我这边吧 说着 唐正侧山让开了一个位置 云林轩看了唐正一眼 微微一点头 好 说吧 他便坐到了唐正身旁 见到这一幕 诗昌脸上笑容依旧 看不出丝毫变化 反倒是这虚高天眼神进朗 但此时此刻她就算脾气再大也不能说什么 只好暗自忍耐下来 可巧就在这时 她看到远处有一个男子正满眼阴切的丑相这边 当接触到虚高天的视线后 这男子大喜 立即站起身来连连摆手 见此情景 虚高天心中一动 旋即便站起身来走下高台来至了这名男子身旁 少城主 这男子毕恭毕敬的躬身失礼 名叫任性 说着 他回头一瞪任性 还不快给少城主失礼 没错 这男子正是任家家主 也就是任您的父亲任不同 他千里迢迢的从人安城赶来 为的自然便是攀附上虚高天这层关系 可任您已经叛逃离家 于是他便将小女人任性给贡献了出来 任性潺潺微微的恋任一礼 见见过少城主 可虚高天却是微微一皱眉 任家主 我记得当初你对我说的是你的大女儿任您 怎么一转眼又换成这样一个乳秀未干的黄毛丫头了呢 任不同面色一白 赶忙解释道 回少城主 这可不是小的故意要欺瞒于您 实在是有不得已的内情的 哦 什么内情 任不同叹了口气 我那没服的大女儿在听说要嫁给少城主您后 欣喜若狂 结果却因此惹动暗急 暴病而亡了 任性睁大了眼睛 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番话会从自己父亲嘴里说出来 去高天深深看了这任不同一眼 死了 没错 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 所以我才将这小女人献了出来 您看如何 任不同谄媚道 去高天呵呵一笑 抬起头来 任性满脸屈辱的抬起头来 嗯 长得倒是不错 虽然年龄小点 但也算鲜嫩可口 等文会结束后送进我的房间中吧 说吧 虚高天转身就走 任不同却是大喜过望 敢忙点头哈腰的言道 是是是 在下一定照办 第2740张斗诗上 那卑躬屈膝的丑态简直令人作呕 至少任性便看得浑身发抖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往常对自己和蔼可亲的父亲怎么会突然变成现在这样 赖女求荣不说 还恬不知耻地自称在下 而就是这句在下 无情击碎了任性的所有幻想 在来临安城之前他还曾安慰自己 觉得虽然所配并非良人 但好歹也是父母之严名为正取 就这样嫁入临安将军府也算不错 可看现在任不同的表现 哪里有半点身为东山岳丈的样子 反而像极了一个靠着出卖女儿来获取虔诚的卑劣小人 恋极至此 他不由得恶心欲偶 面色更是变得如雪般苍白 看到他这副模样 本来满心怨气 觉得自己家小姐任您完全是因为 她的排挤才选择起家出走的小丫鬟 彩蝶忽然又有些可怜她了 小姐 她轻轻拽了拽任性的衣精 坐下喝口茶吧 任性这才颤颤巍巍地坐了下来 彩蝶地过去一杯热茶 任性只喝了一口 然后眼泪变脱框而出 没有哪个女子能在知道 自己即将被送入虎口任人宰割的时候 还保持着冷静 自幼娇纵惯了的任性更是如此 彩蝶 她滴滴地唤了一声 彩蝶俯下身凑到她的耳边 小姐 有什么事 现在我才明白自己之前对任您姐姐的态度 简直错得离谱 可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您姐姐能碰到一个男人帮她逃离这个家 那是她的运气 说真的 我很羡慕她 彩蝶默然伴赏 最终才唯唯叹息一声 她是个善良的姑娘 虽然之前对任性的做法颇多怨言 但现在见她这可怜的模样 不禁想安慰一下任性 可她又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去安慰 毕竟自己眼下意识前途未卜 任宁走后她便被指派给了任性 而若是任性送入将军府 自己又当如何自处呢 想到这 她不由得也有些吃了 正在这时伴随着一声清脆的裸响 场里场外不由都安静下来 然后众人全都将目光集中到了高台之上 就见这诗唱满脸笑容地走到台前 诸位 此次文会我有幸请到了起司师舍的唐大儒 以及楼外楼的云姑娘 同时痊愈的才学之事都齐聚一堂 真可谓是盛况空前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文会便正式开始 有请唐大儒当着文圣牌位的面 占卜出此次的文提 唐正定了定心神 脉步走到了台前 然后冲台下众人一点头 诸位学子稍等 话落 就见他随手一挥 那本来悬浮于城市上空的文圣牌位 便来至了会场之中 而后就见唐正往前迈出一步 口中轻喝道 请文提 轰 文圣牌位光华大圣 紧接着便从中跃出了无数个光彩各异的文字 这些文字在会场上空辗转流动 乍看上去就仿佛星和岛屑一般 在场的这些学子们 脸上都显露出迷醉的神色 因为这些文字乃是由文圣牌位内的文器所画 当他们扩散开来后 自然令沐浴其中的这些学子们为之欢欣鼓舞 可躲藏在角落中的五郡和端木光面色却很不好看 因为他们并非学子 因此这种景象并未带给他们美的感受 反而只带来了无穷的威压 这威压令他们的修为都为之冻结凝固 幸好 这种状况只持续了不到几秒钟 然后这些文字便迅速地往唐正手中聚拢 眨眼间 漫天星和不见 唯有唐正手中还有一个字符正在不停变换 变换的速度逐渐减缓 最终化为了一个大大的空字 全场一片安静 而后唐正便缓缓道 此次文题占卜结果已出 为空字 刹时间 人群便沸腾起来 空 这是什么鬼题目啊 有学子满脸惊恶道 谁说不是啊 像我老夫勤学苦练这么多年 为的就是在这文会上一鸣惊人 结果却出了这样一个刁钻古怪的题目 老夫多年的努力岂不是腹之东流了麻 有胡子都白了的老学就顿足垂胸道 还有学子周梅苦思 搜长瓜度般想找到跟空字有关的诗句 可无奈这个空字确实很是刁钻 即便是熟读历代先贤古籍的这些学子们都一筹莫展 五子张周梅苦思了两久 发现一无所获后不经苦笑道 自己果然还是才学浅薄啊 韩兄姚兄可有眉目麻 一旁的韩薄超和姚雅超意识齐齐摇头 然后三人便都以探寻的目光看向了卓本正 怎么样卓兄可有收获麻 卓本正面色沉静的点点头略有所得 果然还得是卓兄啊 三人齐齐感叹 至于这却为难 更是以崇拜的目光看着自己的情郎 正在这时 就见诗昌走上前来哈哈大笑道 诸位学子想必都已经有所得了 但若是就这么按部就班的开始的话 未免有些无趣 正好今日云姑娘在此 所以我提一个建议 此次文会夺魁者 可得云姑娘复取一首 也算留下一段佳话 云姑娘以为如何 此言一出 全场更是一阵骚动 许多人都面现激动之色 看向云林轩 云林轩默然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若有佳作 有何不可 刹那间 整个文会阁包括场外这些围观看热闹的人群都为之沸腾起来 本来这次的文会便已经是林安玉难得一见的盛事了 若是在有这位楼外楼的花魁亲自复取一座纪念的话 那这绝对会传扬开来 成为一个文人最值得夸耀的荣光 一时间 这些学子们的眼都绿了 不等是昌宣布开始 便有学子抢先站起身来朗生言道 既如此的话 那比人不才 便抛砖引玉了 李氏 极光城谈子恒 这名学子傲然道 这个名号也令许多人为之伪证 居然是他 泽泽 早就听闻极光城有一位天资聪慧的才子 有时便能出口成章 没想到他也来了 这些议论声令这谈子恒越发的惊傲 目光却时不时地飘向高台上的云林轩 对此诗昌只是淡淡一笑 既如此 那谈公子便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